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71集 若是得不到十二品红莲 西方教可每期明曰 他们全力帮了修罗族 比修罗族感恩戴德 若是能得十二品金莲 自然是此宝与我西方有缘 修罗族在今后要被压迫得更惨 除此之外 结教已有高手关注此地 谄教亦然 李长寿沉思许久 也无法确定 接下来的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他又花费了五日光景 率天庭十万精锐大军 连同地府三十万阴差鬼兵 驻扎在了血海边缘 大批龙族高手 巫族高手就混杂在其间 以静制动作弊上观 有几日后 白泽踩着水蓝色的波痕 自幽冥界天边缓缓飞来 落入天庭地府联军的驻扎之地 李长寿见到白泽 心底就落稳了许多 通知京翅大鹏 以及自己此前约好的青牛 赶来血海 真做其能顶半边天呢 这次 不能依靠铲教和结教 必须自己解决了 然而李长寿和白泽 说话不过五句 天边忽而传来一声高提 李长寿笑着 为白泽介绍人叫新成员 但话刚开口 说了句 白先生 却见身旁已没了人影 再定睛一瞧 却见白泽已经化作了瑞寿之姿 迈着上流的步伐 自远处缓缓走来 他要亲手捍卫 人叫第一座旗这个称号 最近这地府颇不安生啊 轮回他 站在窗前 远远眺望血海的青年道者 有些不走心地问了句 锁在角落的地厅 张开双眼 道 都是一内珠红莲 幽冥界怕是要出大事了 青年道者却不以为意 对着远处幽冥界 低矮的天边 微微出神 地厅你说 这次水神怎么赢 地厅经不住 翻了个白眼 道 还想着跟人水神算起呢 主人 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哼 青年道者 一扶一袖 我不过是有些疑惑 此地之外的事 都已与我无关 听你的去 地厅咧嘴 做了个鬼脸 随后继续闭上双眼 监听三界万灵 监察血海各处 他也在找那株 红莲的踪迹 若是能抢先一步寻道 从而卖个人情 给天庭水神 那才是真的大转 昆仑山除却是圣人道场 玉须公之所在 也是洪荒著名的三修聚集之地 此地修行的众多老神仙 大多与产教没有直接关联 毕竟产教收徒门槛相当高 并非寻常惊仙就能企及 此地修行的不少仙人 都是尔聪慕名 消息灵通之辈 与中神州各大仿镇 各大宗门都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昆仑山 渐渐成了洪荒小道消息集合地 各个风头 那近乎每日不停的仙宴 成了最好的仙神交际场 杜厄老名流了 最近这半个月 洪荒之中 有关十二品红莲即将现世的消息 九成都是源自于此 最初大半仙人都当这是假消息 洪荒太大 类似的传闻 每日都有许多难辨真伪 但当杜仙门师祖 人叫圣人老爷 既名弟子杜厄真人 以此酒后开口 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这消息还能有假 频道找不少好友打听过了 十二品红莲 确实即将出事 此物可镇压大教教运 频道在结教的几位好友 都赶去血海之中搜寻了 各位莫要多问 此事也莫要外传 免得给频道那几位好友 增什么事端 频道可是答应他们 要守口如瓶 于是 十二品红莲即将现世之事 几日内传遍了 洪荒五部州各大仙门 以及就近的数十座大千世界 各大仙门的高手 洪荒五部州内的散修 朝血海蜂拥而去 让地府不得不严阵以待 也让天庭只能再次增兵 还好 李长寿为调查消息来源 血海中的高手一多 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各路散修 先宗来人数量虽多 但大多都是各自为战 遇到好处凑一凑 遭遇麻烦 自会一哄而散 修罗族将血海视作自身家园 更是对十二品红莲无比看重 敌是一切前来血海之中 搜寻红莲踪迹的炼气室 虽然 他们也没红莲的准确消息 双方已开始爆发斗法 炼气室一方 都是接战击退 谁都不愿死斗 西方教 产教 结教 倒是开始约束弟子 尤其是西方教 大半高手都已回返临山 并未在血海中继续掺和 这让李长寿最近几日不得不怀疑 这西方教会不会已经寻到了十二品红莲 却故意不拿 想借此让道门三教起争执 可这般质宝 对外宣称贫瘠的西方教 如何会不去拿 又或是因某些原因 无法取出那只血连 所以西方教选择放弃 再将消息传开 借此算计 这个解释倒是最合理的 头疼 李长寿现在唯一感觉 就是颇为头疼 血海边缘 二十万精锐天兵驻扎的大阵冲 他正在营帐内来回踱步 主位上 续着大呼须的天庭主将 魏深墨 抬手抚须 用粗狂的嗓音道 水神 街匠和铲匠的仙人 未来找你吗 玉帝这第四号化身 明显也是花费了一些心血 从外形相貌 用词习惯 都尽量避免让人联想到天庭玉帝 他如此一问 李长寿停下脚步 坐回了侧旁的军师位 看到 这倒是能佐证 我所要之有 都还不错 哦 魏深墨 扶了下头上的仙窥 为何会这般说 李长寿道 咱们来此地已过六十 产教结教 与我相熟的仙人 都未谨慎 应当就是怕我难做 魏深墨 发出一阵豪迈的大笑声 言道 确实是这般 本元帅原本还以为 咱们刚到此处 就会有两教高手 想来与你碰面 本元帅此前还担心 会不会在这里打起来 不会 元帅放心就是 大家心里都有数 嗯 仙石突然捕捉到 在东西两个方向 各有一道流光 朝天兵大营 急射而来 其内包裹着两只御符 这 刚夸完 两边就来心了 突见一道金光 极快地闪过 两只御符 离着营地 还有千里 就被这金光捕获 少请 掌门打开 一身黄金锁子甲的 金翅大棚 迈步入内 将两只御符 碰到李长寿面前 老师 你查过了 未有技巧散计 善 李长寿答应一声 看似从容地 接过御符 实际上心底 依然带着八成警惕 多把御符中的讯息 李长寿的白眉 先是紧皱 而后舒缓 低声道 金鹏 老板你继续在外巡查 是 金翅大棚鸟拱手行礼 转身匆匆而去 精神十分饱满 玉帝化身 魏深墨 起身来问 怎么样 李长寿将其中一只御符 递给魏深墨 另一枚御符 收入袖中 笑道 元帅 这个求墨看了 魏深墨眼前一亮 笑道 是云霄仙子送来的 嗯 李长寿轻轻输了口气 他让我安心处置此地之事 他也知我处境为难 劝我莫要因私情 而动摇此身立场 还说 稍后他若奉失命 前来血海之中 争夺十二品金莲 也会尽力劝解同门 勿要轻起战断 魏深墨赞道 藤真是个尸大体的仙子 水深为何 不早早赢去 还早 还早 李长寿忙道 元帅先看产教来信 这是赤精子师兄 发来的信件 让本元帅看看 魏深墨挽起衣袖 先时探入其中 仔细读了一遍 水深 这其实也没说什么 只是再问红莲之事 是真是假 李长寿道 关键在最后一句 哦 魏深墨又看了几眼 细细品味 若此事为真 还请长哥师弟 早做顶夺 产教 是要你表态啊 魏深墨 将玉符扔到了书岸上 双手插开 扶着岸边 又道 看他们此心的措辞 都算客气 也遵礼数 算是给足了水神 你颜面 但偏偏又有一封 来自云霄仙子的书写 此时 姑且当作是 结教的态度 两相对比 亲书远近立分 李长寿笑着问 袁帅似乎是喜欢 结教多一些 魏深墨 吐槽一句 还不是被你给带的 而后两人相视而笑 开始商议对策 如何写给产教的回信 半个时辰后 白泽保持着锐寿之姿 从天边飞来 身旁还有一名 带着牛鼻环的壮汉 却是去血海中 完成初步探查的 人教坐骑小分队 为何不带 金翅大鹏鸟一同过去 其实 几日前 金翅大鹏鸟 主动以晚辈自居 想驮着白泽和青牛 两位前辈 一同去血海之中探查 但 它实在太快了 金翅大鹏鸟的急速 太过吓人 在血海之中 也丝毫不受影响 但如此一来 白泽来不及感应 前面示威示安 金翅大鹏鸟 就直接撞上去了 且飞得太快 也无法探查得仔细 反倒有些得不偿失 于是金翅大鹏鸟 只能含泪挥手 送别两位 洪荒座骑行业中的翘楚 主动请命 在天兵大营周围巡逻 不多时 保持着上流锐寿姿态的白泽 与人行的金翅大鹏鸟 青牛一同进入了主杖 李长寿向前迎接 请青牛与金翅大鹏鸟入座 白泽则自顾自地 走到了李长寿的座椅后面 优雅地趴了下去 某不配拥有坐骑的 天兵主帅出声道 两位可有什么发现 青牛摇摇头 各处都十分糟乱 每个角落都搜查过了 毫无业障红莲的踪影 白泽沉吟一声又道 这会不会是西方教 故意扰乱视听之计 嗯 李长寿抬手咳了声 笑道 此事应当是真的 那是地府轮回塔之事 刚刚解决 我因殖命圣人为压 又算计筹谋太多 心神有些支撑不住 十分疲累 水神 魏神墨 墓中满是惭愧 起身拱手道 为天下苍生奔波 辛苦了 白泽扭头不忍直视 一旁的金翅大鸿鸟 目中满是崇拜 青牛也是颇为认可的点点头 在拯救苍生 摇人平视这一块 李长寿确实拥有 极其丰富的经验 李长寿苦笑道 先说正事 我并非在迈残 那次我迷蒙中睡了过去 心神也放松了下来 有一缕天道之力 趁虚而入 在我心底 凝触了这般画面 李长寿左手张开 掌心涌出淡淡云雾 其内现出自己 梦中所见的情形 血连于老者 魏神墨纳闷道 那时 水神为何不去除掉这红脸 我担心的是 大杰在故意引诱 李长寿正色道 且忙着祖剑先蒙 也分不开身 祝要毁到这般血连 天道直接降下天罚就是 何须我出手 魏神墨身以为然 颠头探道 水深确实 粉身伐术 白泽却道 天道事下之时 还可如此无事 李长寿探道 两次了 功德都没解 这做起事来 当真少了几分心劲 轰隆隆 头顶突然传来闷雷声 李长寿赶紧改口 为天地稳定 为生灵安康 哪怕没有功德 又有何妨 白先生 莫要再提什么功德之事了 白泽的山羊湖 一阵抖动 随后低头认了下来 眼神有点小优越 魏神墨将话题 拉回了正事上 忧心道 既找不到红莲的踪迹 咱们当如何 应对当前之举 如今越来越多的 炼器士赶来血海 与修罗族冲突不断 都耽误几日 局势怕是要失控 李长寿道 元善莫及 思路必须保持清晰 不可慌乱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72集 第一 要继续搜寻红莲的下落 稍后咱们去见一见地藏和地厅 看那只只能听三姐生灵新生的神兽 能否给咱们带来些好消息 第二 天庭需对外发布告示 庇护地府 血海可以乱 但地府乃轮回之地 绝不能生乱 第三 就是想办法 将产教和结教仙 拉到一起 将此事说开 谈下条件 首先要确保 这朵红莲 要被天庭和盗门掌扣 要毁 要留 再行商议 事不宜迟 元帅 我等先去轮回塔 找那地厅 我也同去 卫生墨站起身来 龙回塔反正也不远 李长寿痛快答应了下来 转身就 就 有些不解地歪了下头 只见 一直保持着锐寿之姿的白泽 此时正迈着优雅的白泽布 深周流光溢彩 头顶的彩雨闪烁七彩霞光 上古锐寿 趋吉避凶 十大腰帅 实可谓 大贤之首选坐骑 出门 若是坐在这锐寿背上 往来笑谈和庸人 一字一语 皆真言 突出的 就是一个牌面 李长寿心底轻笑了声 刚要迈步向前 侧旁金光闪烁 却见那金翅大棚 化作两丈长短的本体 背后 凝成一只 玉智的蒲团 使凤之子 身居急速 天庭元帅 当真 不愧是 急速坐骑的首选 出门 若是坐在这金棚背上 千万里 瞬息可过 笑谈间 杀敌万千 突出的 就是一个急速 此时 金翅大棚鸟 与白泽 单眼对视 前者目中 带着尊敬 也带着一股冲戒 后者目中 十分自信 李长寿无语 真的 坐骑出现修罗场情节 是他真没想到的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武将 他要什么坐骑 自己不会顿吗 此时该如何选 总不能匹个岔 李长寿假装咳嗽一声 侧旁 却突然传来一声 温柔的牛叫 却见 一直保持壮汉模样的青牛 此刻画出本体 对李长寿招呼一声 圣人老爷才有的待遇 我来体验一把 李长寿轻笑了声 拱拱手 小心翼翼地 跳到了青牛背上 青牛也算 暂时为李长寿解了围 前方金光闪烁 霞光收敛 却是白泽和金翅大鹏鸟 同时恢复人形 相视而笑 一起做了个请的手势 这让本来还犹豫 选左还是选右的卫生墨 有些尴尬地蹭了蹭鼻尖 只能驾云跟上去了 中神舟 前元山金光洞 两朵白云 自西北方向击飞而来 骑上载着两位老道 一人是赤精子 一人是黄龙道人 若得护山大阵 赶到金光洞前 洞内已是有三道身影 迎了出来 翩翩少年灵珠子 向前见礼 沉默寡言 欲定真人 微微皱眉 一身红袍 分外显眼的太乙真人 嘴角带着无奈的笑意 似是早就料定 赤精子会来此地 叹道 师兄 你果真还是来了 赤精子正色道 师弟 你可知发生了何事 无非就是十二品红莲 太义真人嘴角一撇 先说好 我跟李长庚也不算太熟 关系不算太铁 莫要让我去找他游说 赤精子闻言 眉头轻皱道 此事 一来关系咱们结教教育 二来关系到天地安稳 必须慎重以待 欲定真人却道 咱们不缺镇压教育的重宝 赤精子又道 但依大师兄的意思 这次大劫 哪怕西方教整个覆灭 也不够填节育 黄龙叹道 此事 当真有些麻烦 太义真人淡然道 咱们又不缺宝物 旁观就是了 想要跟结教斗法 彼此面对面 抢一个先手 骂一些粗鄙之语 这些都无可厚非 死道友 不死平道 但给结教暗中使绊子 这就有点 大师兄啊 是不是也被 闪灯副教主影响到了 咱们跟结教之间 当真就必须要有个 你死我活 赤精子漠然无语 黄龙真人想解释 一想到自己跟赵公明 喝酒作乐的岁月 也只能轻轻一态 欲定真人道 随时莫要给长庚传信 不然只会让长庚难做 为何 赤精子道 来时为兄已修书一份 用御符送去了幽冥界 还斗个什么 太义真人经不住吐槽一句 能判定输赢之人 都已被推到了结脚 这 赤精子略微不明 欲定真人叹了声 看来 只有去幽冥界走一遭了 与此同时 东海深处 千里迷雾包裹的三仙道 云台风暖 趋静流香 三仙道一处凉亭中 七道身影 或站或坐 清一色 结叫清传大弟子 各仙此刻的表情不尽相同 多宝道人 是最淡定 小咪咪的端着一杯热茶 慢慢品味 赵公明与精灵圣母略陷急躁 正在梁亭一千一后来回躲步 云霄端坐在梁亭角落 长发盘云并 身着轻如裙 面容清冷绝美 却并未有太多情绪表露 总是一贯的温柔 注视着自己的两个妹妹 身着淡黄长裙的穷小 身着短裙小傲的臂小 还有那偏爱浅绿纱裙的龟龄圣母 三位仙子聚在梁亭正中 十桌两侧 穷小和臂小正直齐对异 龟龄圣母正在旁边指指点点 他们三人表情最是放松 似乎此间之事与他们无关 哒哒 清脆的落子声 混着随风而来的鸟语重鸣 让梁亭的这个片刻颇为安宁 梁亭外 赵公明转身想说点什么 但张开嘴只是发出一声叹息 继续背着手踱步 穷小一双妙目注视着棋局 仙子捏着一颗圆润的棋子笑道 大哥你有话说就是 咱们是在这里商量对策 若什么都不说 那还怎么商量 赵公明看到 这事能怎么说 长庚跟咱们交情不错 但他毕竟是人教弟子 且要执掌这次大节 我其实知晓 长庚一直担心咱们入节 但凡有捞功德之事 都会喊上你我一同 为的就是在大节中多些安生的保障 他为咱们节教做的已经够多了 咱们总不能凡事都依赖长庚 嗯 啥 一身浅绿薄裙的归灵圣母惊奇道 还有显功德的这门好事呢 穷小翻了个白眼 与毕小的表情如出一辙 嫌弃中带着一点得意 穷小道 我反正没碰到过几次 毕小道 就是就是 人家的弟子都老偏心了 侧旁多宝道人笑眯了眼 刚想调侃两句 又下意识看了眼云霄 任一手 任一手 身为结交大师兄 要注意点自身风范和言语的严谨性 归灵圣母仔细想了想 小声问 咱们不是商量 如何夺闹血海红莲吗 为何反倒纠结在长庚师弟这里了 赵公明解释道 那红莲之事 若确实属实 咱们定要争上一争 产教那边八成也会出手争夺 这点无可厚非 没道理说这般宝物 非咱们结交不可 如此一来 长庚的态度就显得很重要了 不错 精灵圣母在旁接了一句 抱着玉璧靠在一侧的栏杆上 她鲜美的身段 自有几分天成的妩媚 可惜被自身那份威压 完全遮掩盖过 听精灵圣母道 不跟长庚共事 很难感受到她的厉害之处 料敌之先机 叛敌之路说 再给出周全的应对之法 便是面对圣人算计 也可凭自身机制周旋样 这般人物 又能随时借来太心师伯的 树剑至保护身 本身更是拥有 鬼神莫测的均衡大道 还是现如今大街主导者 天庭中一言九警的全神 有更甚者 这师弟的态度 某种程度上 就是大师伯的态度 若他被禅教那边 争取过去 咱们想夺那朵红莲 镇压教院 机会将会无比渺茫啊 桂林圣母 鸣嘴眨眼 一阵沉思 闭笑 小声嘀咕 纯姐夫 你这般厉害了吗 大姐 穷霄道 你刚才给她的信中 都说了什么呀 云霄柔声道 只是让她不要为难 以人要弟子的历程 判断此事 万一私情 而影响自身判断 听闻此言 精灵圣母 眉头轻皱 对此有些不满 接连反问 云霄师们 私情莫非就不重要吗 她与你本就是 江城的道理 为何不借此争取她 靠向咱们杰教这边 你是杰教圣人弟子 她是人教圣人弟子 若成天作之河 人教与杰教 本就应更近一些 为何不能在她那 沾点好处啊 云霄仙子轻声道 师姐或许不知 我与她相交 无所图 无所谓 只是彼此心邪 相安若云霞孤艳 因我之事 她本就已做了太多 不该做之事 我如何能以这段情 再要她有所偏移 精灵圣母目中 显出少许锐意 师妹 你莫非只顾两人之情 却不顾师门之意 儿女私情 归儿女私情 师门情意 归师门情意 二者为何非要混淆 云霄站起身来 素白长裙 宛若流水般滑动 未留下半分褶皱 她温柔的话语中 却带着一股 丝毫不让的坚定 正如我给她信中所说 稍后若大师兄有令 你我同计血海之中 搜寻十二匹业障红莲 或自会做一名 结交弟子该做之事 若以私情乱情意 会以情意乱私情 只是二者接不得 精灵圣母又要开口 赵公明和多宝道人 赶紧向前 几乎同时抢断 赵公明忙道 我觉得二妹说的有道理 但精灵说的也不错 两位师妹 莫要争吵 莫要争吵 多宝道人笑道 现在红莲还未出事 说不定整个事 都是西方教的 二教主的算计 让咱们与产教起争执 碧霄轻哼了声 禅教又不缺 这家教育的宝物 跟咱们争什么样 精灵圣母淡然道 他们自是不想 看到咱们安生 此前我派去血海 搜索红莲下落的 几名弟子 都发现了禅教 没人的踪迹 假如大劫注定 要随三千大教长生仙 禅教自是希望 这三千的份额 都落在咱们 结教与西方教身上 穷霄捏着棋子 轻轻敲打着自己的俏脸 谁又想让自己 或是图们赴死 这也都是在情理之中 倒是不必太责怪禅教 多宝道人呵呵笑着 我说各位 你们是不是想得 太过靠前了 现在八字还没一撇 就开始想咱们 夺来的红莲 能有什么好处了 找维修看 这次这堵十二品红莲 有则最好 无则不忧 反正又不会让 如今的局面变得更差 何必为此心交 大师兄 你就是说的咋吐啊 精灵圣母摇摇头 并未再多说 这样 赵公明道 咱们几个跟长庚太熟的 这次就不要直接露面 免得长庚尴尬 大师兄 惠灵师妹 你们二人不如先去幽冥界 与长庚商议一下此事 估摸着 铲教那边也该派人过去了 我也去吧 可以吗姐姐 穷霄出声问询 不忘缓缓落子 只见棋盘之上 风云变换 一颗颗玉石做旧的棋子 散发出晶莹鲜光 五子莲珠已然获胜 毕小懊恼地拍拍额头 这得自小穷风的玩物 倒是让三仙岛上 多了不少乐趣 云霄仙子思索一二 轻轻汗手 答应了下来 六位捷教大弟子 再次商议了一阵 最终决定 由捷教大师兄 多宝道人 待内门大弟子 归邻圣母 外门大弟子 穷霄 一同前往幽冥界 找礼长寿商议 十二品红莲之事 穷霄换了身端庄长裙 认真书席打扮了下 端的是 明媚赵人小仙子 美色无边 俏家人 待穷霄收拾妥当 多宝打开土洞 穷霄归邻圣母 钻入其中 三者迅速 离了三仙岛 赶去幽冥界 云霄走到凉亭边缘 眷望着天边 微风吹起他耳畔 一缕青丝 藏在柔软袖中的仙手 正捏着那枚温热的铜钱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七十三集 云霄师妹 声后传来一声轻缓 精灵圣母低声道 方才的话语 并非对你不满 你五相识多年 我也知你性子 我要往心里去 云霄回身清晓 美目尽是笑语 赵公明道 也不知这十二品红莲之事 到底是真是假 出现的时机 未免太过微妙 定有人在其后算计 精灵圣母道 或是西方角 或是哪位圣人 又或是咱们不知的人物 请不大意了 云霄仙子难难自语 也不知他该如何应对 伴着低难声 这份挂念 随他目光落在云上 飘往天边 转去了李长寿耳盘 叮叮叮 轮回他 通往顶层的木梯上 那只将自己身形 缩小了大半的青毛大狗 正端着摆满了茶杯的托盘 一步三哆嗦 慢慢爬到了顶楼 地厅先跑到了李长寿身旁 用先例递上一杯茶 口中呵呵笑着 瑞珍大人 您喝茶 喝茶 地藏额头蹦起一根青筋 随后地厅脚下一转 跑到白泽面前蹲坐 两只前爪捧着一杯茶 白泽大人 您喝茶 喝茶 地藏额头蹦起十字青筋 地厅游自不绝 用先例将两杯茶 推给了金翅大鹏鸟和卫身墨 问声说着 韩社简陋 两位元帅大神辛苦 两位天庭元帅出声道谢 终于 地厅浑身颤抖着 将最后一杯茶水 咄咄嗦嗦嗦碰到了 青牛化作的壮汉面前 这 前辈喝茶 三界当做起的 都想混到您这般层次 能驮圣人老爷到处威风 青牛淡定地笑着 接过茶杯 抬手摸了摸地厅的脑袋 瞬间 地厅青白长毛都染上了一点点粉红 大大跑到李长寿身后 枕之神兽人力而起帮水神大人捶背 卫身墨皱眉看着这一幕略微有点呆 这就是那头能听三界万灵星声的神兽地厅 还有那边 正磨刀架铁锅的青年盗者 当真就是前任化身 上次在幽冥界所见 还被他感动了一把的轮回塔之主 地藏 卫身墨经不住 揉了揉眉心 略微有点不适应 李长寿缓声道 地厅可知红莲之事 地厅盲道 水神大人 这红莲之事 您当是真的 但小寿也不知 这红莲具体藏在何处 此前西方教在血海搜查 可有什么结果 西方教这次派了 地藏用力咳嗽一声 亮起手中短刀 地厅哆嗦了几下 扭头瞪了眼自家主人 随后继续说道 水神大人 您别介意 我家主人对西方教还有感情 我是绝对不会告诉水神大人您 西方教前后派去了数千胜利 从圣人弟子到鸿蒙凶手 业障打腰 进入血海之中 搜查了许久 毫无所得 最终离去 然后才有了十二品红莲 即将出世的消息 地藏哼了声 将手中短刀一扔 淡定地讲道 水神大臣 今日不如留下吃个饭 频道听闻白泽先生 有一手好手艺 不知做过几次 红烧神兽 地厅咧咧嘴 跑回了地藏身后 淡定地趴了下来 白泽微微一笑 这般烹饭 有伤天和 地藏道友既已列入天道序列 何必再以西方教弟子自居 根本觉得修道问长仙 所谓此身逍遥 一直到雾的通透 回首才知 一切不过源于两个子 根脚 地藏缓声道 就如水神一般 自我们踏入一方门户 修了一门神通 就已是打上了这般 拖不去的烙印 许多凡人 终其一生 走不出数百里方圆 而你我仙人 虽可遨游三千世界 甚至探索混沌之海 却依然要记得根在哪儿 不然心就会乱 李长寿竖了个大拇指 道友最近看起来 真的清闲 竟然有这般多的先生感悟 地藏收起笑意 君士 我定不会助你们找寻 十二品红莲 是吗 李长寿 白泽 青牛 尾身末 金翅大鹏鸟的目光 齐齐落在地藏身后 那里 地厅嘴里叼着一只木牌 上面画着几个 歪歪扭扭的大字 地狱 业障凶魂 红莲正在吸业障 嗯 地藏扭头看了眼 地厅嘴边木牌 刷的一声 被地厅极快地吞入口中 淡定地拒绝了几下 你在吃什么 主人 为了表达我的青牛前辈的敬意 我试着琢磨牛族特有的本领 倒嚼一下上次吃过的饭菜 地藏顿时满脸嫌弃 朝着侧旁挪挪挪位置 李长寿此刻却站起身来笑道 既然地藏道友不敢帮忙 那就算了 咱们走吧 其他四位高手答应一声 起身对地藏于地厅告辞 地藏并未起身 只是坐在那闭目养神 离了轮回塔 李长寿就是皱眉一阵思索 在想地厅给的这个法子 越琢磨越觉得 此法当真可行 若能在十八层地狱中 找到业障足够多 本身魂魄之力 又不算强的凶魂 岂不是就相当于 给这股业障之力 做了个标记 而后只需追寻业障之力的流向 多投放一些样本 或许就能寻到 十二瓶业障红帘的下落 总比在这里干等着强 卫生默问 那地厅给的提示 是什么意思 李长寿笑着 将自己刚想到的办法 用洪荒修道语言解释了一番 除却白泽之外 其他三位进阶面露恍然 轻牛笑道 这地厅还真聪明 应该是地厂 在给咱们提示 李长寿道 只不过地厂依然有自己 不愿意放下的坚持 不这般借地厅之手 魏生默笑道 为何不能是地厅 擅自做主 任帅 李长寿温声道 那木牌也没加半点净值 地厂好歹 也是有仙石在的 魏生默拍拍额头 笑容多是感慨 走吧 咱们去十八层地狱挑 李长寿话语一顿 看向封都城上空 划过的流光 笑道 分两路吧 铲叫几位师兄到了 劳烦白先生与金鹏 拿着我的令牌 去挑选 合适的业障魂魄 我在此地 接待一下几位师兄 是 老师放心 白泽与金鹏大鹏鸟 各自答应一声 转身赶往封都城 轮回仙道 那飞来的几道流光 化作四道身影 正是赤精子 黄龙真人 太乙真人 玉顶真人 而太乙真人秀中 还飞出一道前影 却是灵珠子 也跟着一同前来 黄龙真人似乎 是怕氛围尴尬 刚落地 就开始大笑 把洪荒约定俗成的 社交礼仪 发挥得淋漓尽致 双方各自见礼 卫身墨鱼青牛 站在黎长寿身后 并未多刷存在感 赤精子看了眼 太乙真人 后者却是背着双手 仰头看天状 完全不开枪 黎长寿主动道 几位师兄 应该是为 红莲之事而来的吧 不错 赤精子露出温和的笑意 刚要继续开口 他们几人身侧的乾坤 突然踏出一只圆坑 其内立刻跳出三道身影 在最前面的 那微胖道人淡定一笑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可真是敢巧了 赤精子略微皱眉 立刻带几位产教仙行礼 口称多宝师兄 归邻圣母于穷霄 并未向前见礼 只是汗手示意 人产节三教代表 就这般猝不及防地碰了面 虽然没有雨在意之下 但气氛确实不算太融强 李长寿心底斟酌一震 刚要开口 邀请几人去天兵大营 坐而论道 长庚师说 灵珠子主动 跳到李长寿面前 露出天真又浪漫的笑容 我想回天庭继续修行一段时日了 不错 李长寿抬手拍拍灵珠子肩头 鼓励他道 不忘上境 方得正果 太义真人嘴角一撇 果然 养徒弟就跟养女儿一样 这都能被拐走 赤精子顿时露出少许笑语 结教三位仙人互相对视几眼 各自感受到了一点点压力 正此时 穷霄眉眼含笑 动作很自然地 跳到李长寿面前 对李长寿微微浅身 又很自然地探出两根仙手 拉住了李长寿的胳膊 润唇耗尺轻声震 百灵婉转苏人心 姐夫 人家也想去天庭玩耍 李长寿浑身一僵 寒毛一根根直立 想正又不能正 此时 自己每个动作 都有可能被过度解读 赤精子 黄龙真人 额头挂满黑线 下意识 看向太义真人 上 不能输 太义真人 立刻后退半步 躲到预定真人背后 嘴里冒出一句 你想啥呢 恒鹅可不是我姐 李长寿嘴角疯狂抽搐 感觉自己莫名就被开团 额头挂了个V字 那两只看似搂着他胳膊的小手 此时正在用力掐扭 还好 此时在外面活动的 只是高阶本体指导人 本体 躲在这具指导人秀中 另一句指导人的秀中 毫无痛感 静 天兵大营的主杖内 魏深墨在主位正经危坐 目光左右晃着 先例运转都在尽量放缓 生怕闹出动静 打破了此时的宁静 主杖外 几名假装路过的天将 也暗中观察此地的情形 铲教一行与结教一行 左右对坐 此时自是以多宝道人为掌 而多宝道人正对面的座位空了出来 预计广城子正在拍马赶来的路上 当然 洪荒不流行画云为马 这种逆向神通 李承寿搬了个蒲团 坐在帐内正中间 承受着他这个年纪 本不该承受的压力 如果熊寨的那群憨憨 最开始没有搞事立什么海神教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抱完大法师的大腿 现在的自己应该是个实力强一点点的金仙 在小穷风无忧无虑地逍遥度日 所需考虑的事也就如何伪装自身 调戏某鹅 养养花 种种树 练练雄心丹 搞搞毒龙酒 那像现在 坐在这三界最大的两个仙道势力之间 想着怎么去平衡两脚 让大家尽量别打起来 那两股如同磨盘一样的气场 正一点点念着他稳健的体魄 又想到刚才 他选择坐在两脚中间时 穷肖顺势拉着他一同坐了下来 当真把他吓出几滴冷汗 小姨子跟姐夫 本来就是容易惹人闲话 关于恒额的谣言 李长寿很有自信 时间一长就能不攻自破 但关于小姨子的谣言 那可是洗刷不清 很容易让云霄失了方寸 真的产生误会 李长寿好说歹说 总算是把穷肖哄去于归灵圣母挨着 穷肖于他其实不守 他此次故意亲近 对产教示威的成分居多 安静之中 白泽忍不住站了出来 对着多宝道人 赤精子分别做了个道医 笑道 各位 今日前来 不知具体所谓何时 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处着 凡事都可商量 但总要先开口说几句 多宝道人公公手 笑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许久未见长庚 来此逛逛 顺便找找宝 铲教的师弟们 对炫海红莲也颇有兴趣 赤精子挤了个勉强的微笑 沉吟几声 言道 西 盘古神开天地 混沌清莲草节 几颗莲子 归落天地间各处 化作了几株 十二品红莲 这红莲 吸纳无尽业障 若出事 必定会造成生灵涂炭 须得毁掉才是 穷小板着翘脸 翠声道 道兄这般说话 可就有些不对了 宝物何分善恶好换 西方教的十二品金莲乃是功德金莲 与业障红莲相断 他们西方教用功德金莲镇压教院 可平日里偷鸡摸狗都是作恶 莫非他们做的恶事 是因为功德金莲庇护 就成好事了 赤精子继续沉吟 却是答不上话来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七十四集 黄龙真人道 这并非一件事 是非一件事 道理却是一般道理 穷小话锋一转 姐夫 你说是不是 李长寿抬头笑了笑 欢欢点头 叹声道 这般咱们在这里商量 便是商量出什么结果 恐怕也难以服众 不如我以人教职掌 正无弟子之名义 要铲教结教众师兄师姐 一起前来血海边缘 商讨有关内夺 十二品业障红莲之事 我定努力调节此事 给大家一个相对公道的说法 如何 玉顶真人缓缓叹了口气 看李长寿的目光满是敬佩 精致大捧鸟在旁抹了抹眼角 背着手仰头轻叹 终究还是老师扛向了所有 李长寿无语 也没那么高尚 这只能算是 自己平日里 能请动两教大批高手助阵 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多宝道人笑道 不必利金通知 频道刚刚已散出去了消息 让闲招无事的师弟师妹 尽快前来此地会合 赤精子也道 广城子师兄 他们已是在路上 这边也不用多喊 李长寿嘴角微微抽搐 感情 你们见了面就直接开始摇人 今天这一个处理不好 怕是真的要打起来 稳一手 稍后先搞个免责声明 把自己立在拉架者的牌坊上 至于能不能成功拉架 那就看自己能力了 太义真人笑道 多宝道人笑而不语 虽然很想说一句 我接叫承诺 不优先出动云霄师妹 但考虑到大师兄的威严 这话还是闷回去比较妥当 穷霄眼珠一转 站起身来 小声喊 姐夫 我就帮你泡杯茶 李长寿对穷霄眨了眨眼 后者含笑眨了回来 让李长寿一阵提心吊胆 这可不是安分的主 白泽及时站了出来 笑道 穷霄仙子啊 在这里休息便是 哪里能让你来动手 频道去弄些茶水点心 有一稍等 关键时刻 还是白先生给力 穷霄鼓了鼓嘴角 异性阑珊的 坐回自己的座椅 继续百无聊赖 静 还是那种 就算没有其他杂音 都能让李长寿 自行脑补 夏日午后缠鸣的镜 又过了一阵 白泽端着一大盘精致的点心 送到两位仙子面前 就风度翩翩 退回了角落 魏神墨笑声问 是神 咱们要不把主杖拆了 地方拓宽一些 不错 稍后人多起来 此地确实有些太窄 李长寿站起身来 笑道 那轮回塔 倒是个不错的去处 咱们不足再回去一趟 多宝道人道一声 是 铲教几位仙人 也没意见 于是 在没有征得 地藏同意的前提下 道门一行仙人 很自然地 就霸占了轮回塔顶层 并用戒子乾坤之法 将原本并不算 宽敞的顶层空间 临时化作 宏伟的大殿 不多时 一位为两教仙人 赶至此地 产教十二经仙 来了八位 福德经仙 有四五位现身 普通圣人弟子 门人 也来了数十 而结教 相对来说 就复杂许多 大多是按 仙道划分 成批赶来 京敖岛 来两百 九龙岛 来八十 彭来岛 来一百 等等 李长寿想到了 上辈子某个笑话 你永远不知道啊 一辆武器神车上面 能下来多少打手 放在这洪荒世界 这笑话也通用 永远不要去 就往下定论 从结教道场 飞出的一朵白云 能占多少仙人 结教弟子 这也 推多了点 李长寿不惊要问 就算那朵十二品红莲 被结教取走 当真 能镇住 这般教韵 远古时期 先一步走到了 修行道路前方的 前辈高人 若是对一些 山草虫鸟 魂恶灵寿 讲些浅显的道与礼 助他们开启灵志 也是有功德可以赚的 这就是点话 李长寿现在就怀疑 结教现在 这么多圣人弟子 是不是通天师叔 在远古时 点话声灵的时候 聊嗨了 直接就传了道 轮回塔顶层 地藏黑着脸 坐在角落 双手抱着胳膊 对当前这般情形 敢怒而不敢言 地厅显露出自身 威武霸气的神兽真行 趴在地藏深周 闭目装睡 等待双方仙人 集合的期间 为了避免尴尬 李长寿随便找了个借口 暂时从此地溜走 他与白泽 惊斥大鹏鸟 在丰都城外 找了个无人的角落 暗戳戳 开始的琢磨 搜寻红莲之法 已经寻到了九十九只 合适的魂魄 白泽低声道 都是自身业障其多 但生前是凡人 但有一点 金鹏此前 带着两只魂魄 去血海中试过了 魂魄本身 容易遭血海污秽 侵袭 片刻就会崩散 李长寿想了想 用些仙法 护住他们真灵 咱们只是借他们之力 而非是让他们魂飞魄散 金鹏大鹏鸟道 老师 这些都是业障缠身之神 便是魂飞魄散 也不可惜 不可 李长寿正色道 对方既然已入了十八层地狱 而不是被夜火烧尽 天打雷劈 说明还有受苦赎罪的机会 咱们既是仙神 也不可觉生灵的活路 金鹏大鹏鸟面露思索 缓缓点头 白泽在袖中 拿出一颗粉红色的透明圆球 其内飘着九十九只光点 沈辰 咱们要不要先认证一下 此法是否可行 白泽给了个中肯的建议 若是可行 稍后跟其他两脚交涉 咱们也就有了更多发生的机会 李长寿仔细思考了一阵 在袖中取出一只指导人 点头道 当如此 金鹏带我化身前去 我与白先生在此地 尽量稳固局面 拖延一下时间 是 金鹏大鹏鸟答应一声 与李长寿的指导人一同 带着那颗透明圆球 赶去血海 李长寿一心二用 立刻与白泽商量起 稍后该如何主持公道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核心观点 绝不能动摇 结教太强了 削弱西方吧 且说李长寿 与金鹏大鹏鸟奔赴血海 直接顿入血海深处 找寻合适的放魂地点 李长寿坐在大鹏背上 在法器中取出六只 满是业障的魂魄 用先例包裹魂魄真魂 并在这些魂魄上 留下自己一缕倒映 以做辨别之用 打量着这六只拇指大小的魂 李长寿不由 被其中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 勾起了少许兴趣 看他面黄鸡兽 手无腹肌之力的模样 也不知犯下了哪般罪行 才会积累这么多业障 还被扔到十八层地狱受苦 李长寿抬手轻点 解开这魂魄束缚 让他化作了常人大小的虚影 跪坐在自身面前 这书生浑身颤抖了一阵 那因为受尽折磨 而已经麻木的双腿 多了几分色彩 我受性够了 李长寿问 你可是奸恶之徒 书生抬头打量了李长寿一眼 表情很平静 但身体却放松了几分 地狱之中多恶鬼凶魂 鬼差也大多扮作凶恶像 突然见到这般慈眉善目的老神仙 心里确实没什么害怕的情绪 他用有些虚弱的嗓音解释着 我读书捧卷十八载 只为能继承父亲的遗志 做一个济世的纹理 哦 李长寿眉头轻皱 莫非有什么冤假错案 这当真要管一管了 李长寿示意惊棚 稍微飞慢些 正色道 那你为何惹来如此多的业障 书生长长一叹 满满地倾诉欲望 苦笑着说一声 你是想听详细点的实话 还是想听粗略些的实话 还是想听我编造的假话 这说话风格有点意思 李长寿笑道 那就粗略些的实话 说话太慢 哦 李长寿皱眉道 怎么说话太慢 惹业障了 书生苦笑连连 我天生做事 就是慢条思理 不急不缓 而且 当几件事 摆在我面前时 我经常会不知所措 不知该怎么选 第一份业障 应该是邻居家中失火 我最先赶过去 厢房 主屋 都有求救声 我顿时迷茫了 不知道该先救正屋呢 还是先救厢房 是先救老人呢 还是先救孩童 李长寿纳闷道 那为何会有业障 应该是我一直在犹豫 最后忘记喊人了 李长寿额头 顿时挂满黑线 书生叹道 第二份业障 是因邻居家的大火 最后烧了我们一条街 我被赶出城镇 流离失所 遇到了一个伤兵 他身中数剑 有一支剑 把尖头都射穿了 他让我回城 禀告大人 可他完全没讲清楚 就晕过去了 那到底 我该禀告成主大人呢 还是禀告将军大人呢 还是该禀告 我能求见到的 守备队长大人呢 后来 当我做选择的时候 城破了 李长寿无语 第三份业障 是因为恨偷了自己无能 想去山中顿时 聊此余生 但时运不济 被一我女鬼捉出来 他们让我选择 我先让谁吸氧气 我是该选小白呢 还是该选小千呢 还是该选阿兰呢 他们最后好像很生气 当夜就滥杀无辜了 我趁机逃了 如今到了地府 再想活着的日子 那次 也挺遗憾的 大概懂了 李长寿叹了口气 将其他五支魂魄 放入血海之中 业障浓郁之地 一边观察 一边听着书声 讲述他悲惨的一声 很快 这地厅提供的法子 就显出了效果 五支魂魄 五分业障 果然 有朝着同一个方向 飘动的趋势 书声的讲述声中 李长寿开始增加样本量 将投放的魂魄 增加到三十支 观察他们被引动的方向 并在心底 那张血海地图 画下了一个箭头 箭头画完 李长寿立刻收回这些魂魄 坐在金翅大棚背上 转战下一个区域 如法炮制 画下了第二个箭头 这两个箭头 引申出的两条直线 所交易点 就是这份犀利的源头 但李长寿 如何能这般武断地下结论 仗着惊鹏急速 李长寿开始在血海之中 来回穿梭 奔赴四面八方 不断放置业障魂魄 观察业障聚集 飘动的方向 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因素 最终 在九十九支箭头画好之后 确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 切李长寿远远感受到了一丝 玄妙的倒影后 那只书生的魂魄悠悠一态 讲述完了自己短短的一生 仙人 这书生忍不住问 您是要放过我呢 还是要将我送回地府呢 又或者 啪 一根手指点弹在书生额头 将它再次化作拇指大小 重新封印回了法器之中 真啰嗦鬼 李长寿道 金鹏 你隐藏气息躲藏在此地 若有人进入这方圆百里 就记下他的气息 不必阻拦 是 老师您放心 李长寿缓缓点头 在金鹏背上闭目养神 轮回塔里 已是剑拔弩张 两教大手指 快要撸袖子开始切磋 必须赶过去转嫁矛盾 数出西方 声张属于盗门的正义了 为什么 地藏现如今就想问一句 为什么 为何自己的轮回塔 就这般成了盗门举行 三教大会之地 甚至连半个招呼 都不跟他这个轮回塔主打 就那么随意 那么自然 那么不假思索 地藏一直在等 等盗门铲截两教的仙人来骑 那时他就会站出来 对他们低贺一声 滚出我的轮回塔 当然 这是心底想的话 喊出来又是风度 自己到时说一句 飞天道蓄裂正神 不得擅入轮回塔 就有理有据 令人幸福 还能不轻不重地 打脸盗门众仙 想想就令人愉悦 于是地藏一直在忍耐 在等候 等到轮回塔内 盗门仙人话虚而立 铲教卯足利器 召来了数百门人弟子 结教劝着别来太多 最后聚了数千仙人 李长寿久不现身 说是跑去血海中 找寻红帘下落 此地少了最关键的润滑剂 双方气氛开始渐渐僵硬 终于都安静下来了 也没有新的仙人过来了 很好 就是现在 地藏双眼眯起 一根手指趁地厅不备 轻轻点在地厅额头 暂时封了地厅的嘴 各位 地藏缓缓站起身来 嘴角露出几分自信的微笑 双目之中星光绽放 你们 颤 自己的喉间在轻颤 地藏漠然心惊 突然感觉到一股 排山倒海的压力 自正前方那乌鸦鸦的人群压来 让他道心近乎凝固 这 这是何等强横的威压 看禅教 几中仙人坐守卫 十二经仙自相安 列座竟有浮原载 道成御清法正玄 再看结教 几大弟子威明伴 士圣大仙莫等贤 三千道者 灵大道 一线生机 卧掌尖 此刻 因地藏的两声呼喊 道门众仙 齐齐看来 就在这 临时开辟的 戒子乾坤中 用目光 汇聚成了一股洪流 让地藏 这般有天道之力 庇护者 心境几乎崩散 此情此景 仿佛就是在 全世 何为人多 就是可以 为所欲为的硬道理 轮回塔顶 仿佛出现了 道门二子 地藏心底浮现出 自己刚拜师时 两位老师 那接连不断的常态 道门 未免 太过强横 多宝道人笑道 这位塔主 有何指教啊 地藏勉强扯了个微笑 不卑不亢的高声道 此地是第二轮回 为天道庇护之地 还请各位 不要大声喧哗 注意场地洁净 嗯 塔主之威严 有劳提醒 多宝道人笑着答了句 众仙有些无趣地 收回目光 地藏点点头 默默地坐回地厅身旁 解开了地厅的封禁 不觉已是后背石头 地厅把头埋在爪子里 肠尾一甩一甩地 差点就笑出声 赤精子温身问 长庚师弟 还未回来吗 等候多时的白泽 及时站了出来 此时白泽 已换了身 悬色道袍 山羊湖也修剪得 更工整了些 对着两边 做了个道医 笑道 水神即将归来 他已是摸索出来 找寻红莲之法 回来 应该就有好消息 带给各位 此时 李长寿的本体 仗着有太极图遮掩 其实就躲在附近 白泽的这句话 算是提前做个铺垫 因他顺利出场 果然白泽话音刚落 结教仲仙 顿时有沸腾的趋势 谄教仲仙 大多很淡定 小部分面露忧色 正此时 一声叹息 响彻轮回他顶层 李长寿 白发白袍的身影 出现在楼梯口 进入戒指前坑 诚哥师弟 诚哥来了 诚哥 你可是寻到那红莲了 李长寿端着扶尘 抬起双手 朗声道 诸位师兄师姐 师弟师妹 默契默契 听我言说一二 我只是找到了 红莲的踪迹 但有可能 那里是被人 故意设下的陷阱 未能探查明白 就先回反 与诸位会合 据我所料 红莲尚未到 出世之时机 咱们如今 就在这血海边缘守着 定不会让这红莲 被旁人夺去 这般话语声中 李长寿已是 走到了 两教仙人的 间隔地带 着重对广城子 与多宝道人 做道医行礼 口称师兄 两位大师兄 也起身还礼 给足了李长寿颜面 这时 不少仙人 看向李长寿 那空荡荡的身后 当然不是在看 他的身体部位 两教不断有仙人赶来时 天兵天教 送来了大批座椅和蒲团 两教仙人 分座两侧 敬畏分明 此时李长寿 身左身右 各有一排十椅 此前已坐得满满当当 太医真人笑道 长哥师弟来这边坐 这里有些闷了 平道刚好出去透透气 姐夫来我这 穷霄立刻还击 让出自己身后的座位 我站着就是 李长寿顿时露出了一点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此情此景 他自然不能有所偏移 还是要奉行此前的策略 居中但不上座 广城子突然出声 指着他与多宝的座位之间笑道 长哥 你虽入门稍晚 但今时却全权代表神族 更是有大师伯清理 今时咱们产结两教之间 或许会有一些意见相左之事 须一位调节者 不如就坐此处 广城子含笑 看向多宝道人 问道 师弟以为如何 善 大善 多宝道人拍了拍自己的渡男 自有一种富有成竹的淡定 李长寿暗自皱眉 想着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就要立刻拒绝这般 看似不错的提议 被捧得越高 摔下来时也就越惨 自己实力不足 修为道景 在场中也勉强算作中上 这还必须要感谢 结交半数仙人 拉低了平均线 若真的与两位大教大师兄 平起平坐 那就是四个字 德不配位 非稳道可取 多谢两位师兄偏爱 李长寿又做了个道一 温声道 师弟我才输学浅 怕是没资格 做这般调解之人 虽老师命我执掌政务 但我们人教 也就六个山头 挤出院落 这般大场面 还是要两位师兄做主 我就搬个蒲团 错在此间提提建议 两位师兄以为如何 广城子笑道 来做就是了 谁还不知你长庚 能谋胜算 就是 多宝道人催促道 你居中上座 谁人不服 两位师兄 此万万不可 李长寿刚要讲道理 设套路 谈感情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我看看 这是谁在欺负长庚啊 仲仙寻声看去 却见李长寿背后 一张阴阳双鱼图 不知从何而来 又是何时出现 有道身影 从中缓步而出 此时八尺男儿身 长发随意披散 眉目不显丰锐 略微有些普通的面孔 却是颇为耐看 一身蔚蓝色长袍 脚踏黑底白纹靴 只是一声轻笑 一句调侃 就让人心神安宁 禅教仙人见到此人 广城子立刻做道一行礼 众仙都是低头做一 结教仙人见到此人 却是有些许喧哗 但多宝道人咳了声 周遭各处就安静了下去 三千仙人 用不太整齐的动作 同样低头行礼 各位仙人 出声呼喊 会成一句 拜见大师兄 虽有些遭乱 余音此起彼伏 却依然能听出满满的敬意 玄都大法师 李长寿心底着实松了口气 腰杆都不自觉挺直了些 师兄 大法师眨眨眼 含笑点头 侧旁轻牛扛起一只石椅 麻溜地放到了广城子 与多宝道人的座位正中 大法师摆摆手 环视周遭笑态 一朵梁花 就让道门 遭乱至此 让各位师弟师妹 如此着急 何至 大教之风何在 亲政道心又何在 产劫两教不少仙人 面露蚕色 不敢与大法师对视 大法师迈步向前 坐在正中十椅上 示意侧旁多宝广城子 以及两教仙人一同入座 李长寿顺势 退去角落中 与白泽轻牛对视一眼 白泽给李长寿一个 疑惑的眼神 李长寿回白泽一道 坚定的目光 白泽略微思寸 渐渐露出微笑 都安排好了 放心 都安排好了 酒厅场中 广城子问 玄都师兄 玄都城进来 暂时可平稳了 暂时无恙 玄都大法师悠然道 这次也是长根喊我喊的景 说是产劫两教 快因一朵红莲打起来了 我也只能匆匆赶回来 看能否帮忙调停 据我所了解的状况 结教众师弟师妹 想要这朵红莲镇压教育 铲教众师弟师妹 又觉得这红莲 是天地间业障的集合 会引来灾火 可是这般 多宝道人正色道 确实如此 不错 广城子接道 十二品业障红莲 本就与明和老祖有关 切莫被这凶人 有机可衬 多宝道人刚要反驳 宣读大法师 却抬手阻止 大法师问 两位师叔 何有另欲 多宝道人 与广城子同时牺牲 各自坐在石椅上 保持沉默 大法师叹道 两位师叔 都未说如何处置 你们就召集 各位师弟师妹 聚在此处 为何如此心急 胭脂这不是算计 多宝道人笑道 大师兄教训的是 只不过大劫即将来临 我结教未有一件 可以镇压气韵的宝物 这才有些着急了 还请大师兄 多多相助 广城子皱眉道 红莲本就是业障 凝聚而成 如何能用此宝 镇压教育 多宝道人寸步不让 十二品红莲 和那十二品金莲 一般跟脚 如何不能镇压教育 不错 有结教先人 站起身来 朗声道 十二品红莲 本就是上古时 镇压过修罗族器韵 我们结教所图不多 就是想在大劫之中 少受些损伤 仅此罢了 并未针对铲教 铲教一方 也有仙人 立刻起声回道 随大不乐 单单只是结教 如此多的上人弟子 这红莲 怕也镇不住吧 有名脾气火爆的女仙 出声呵斥 你这人说话 怎能这么难听 我结教上下一心 同门情同手足 所缺不过 镇压气韵之宝 虎能有伤天河 为天道所不容 如何能让他顺利显示 又如何能用他镇压教育 这 这不合规矩吗 这 宝物 其有好坏 神通 河边正邪 不错 禅教精是 迫切想要阻扰我的 莫非是想看我们截教笑话 还是想 让我们截教 现在大劫时 多死一些 帮你们禅教 填了劫院 咱们都是盗门弟子 何故如此相障 嘿 早就看你们不顺眼 今日就 一抹黑白相间的光运 自大法师深周爆发 如波浪般喜荡各处 把这场即将爆发的 两教冲突 硬生生压了回去 让轮回塔顶层 再次陷入了寂静 大法师笑道 长庚躲哪里去了 你该出手了 师兄 我在这 李长寿自角落中 答应一声 脉步转了出来 大法师笑容渐渐收敛 冷声道 刚刚出言争吵 却不断将火器上拱之神 你可记下了 李长寿冷声道 都记下了 事后详查 可有西方教安插之间隙 玄都大法师淡淡地道了句 面容不怒而微 让此间大半仙人 道心轻拆 随之 大法师的身形 靠在椅背上 松弛的嗓音 传遍各处 刀门三角本是一家 产教 结教 人教 各自不过是教义不同 两位师叔当年的确有过几次 有关收徒之事的争执 但从未有过对立 为何到了今日 各位师弟师妹 如此针锋相对 你们门心自问 可对得起 头顶这个道子 众仙一阵默然 大法师见自己 已经震住全场 就将主导拳 踢了出去 长弓 且说你眼中 有关红莲之事 尊师兄令 请诸位同门 听我一言 李长寿 对着四面八方拱手行礼 端着扶尘 向前迈出两步 朗声道 今时 我不提西方教如何如何 只因那西方教的面目 大家理因都已明了 今时 我也不提产杰两教 应当如何和平相处 大教在前 杰术未定 都不知子孝公六位圣人老爷 齐聚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 假若就因这段红莲 产教杰教大大出手 这未免 太过令人耻笑 我师兄 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七十六集 那打起来 到底合了谁的心 衬了谁的意 折损的 又是谁的亲朋好友 谁的道理同门 此时正在大劫之中 各位又如何判断 自己此时 是否已被捷运影响 凭着一腔热血 喊着未教捐躯 到头来 不过是化作结辉 损了自身大教之运 折了道门气运 各位 莫非是想让这朵红莲 成为道门 由胜转率的契机 琴仙默然 太医真人叹道 可惜的是 看当前情形 迟早会有一战 李长寿定声道 那也要分轻重缓急 也要知为何去战 此前被摇过来 但一直保持沉默的赵公民 此刻忍不住出声 长庚所说 具体为何 老哥莫急 今时我便直言几句 不藏着也不掖着 把话挑明了说 李长寿目中神光闪烁 背后献出太极图之影 再次向前走出两步 嗓音虽平缓 却蕴含着一股 不凡的威压 我先说 咱们道门三角 必须遵循的两点 第一点 是在紫霄宫 几位圣人老爷 上亿如何定大劫之前 咱们绝不可内乱 若三位老师 尽心去为咱们争个生机 咱们却在此之前 打了个头破血流 做何讲 第二点 哪怕紫霄宫之后 圣人老爷 未能化解大劫 道门三角 必须削弱生灵之力 你我也必须保证 能同步削弱 道门之外的大教实力 三位老师 如何跃见你我 内争内乱 各位可愿见到 产劫护争 最后让西方角 得愚人之力 待大劫爆发 咱们三角 无比说齐心协力 便是让先人最多的杰教 单独对西方教出手 产教与人教 在旁等候 让杰教将需 剪除之敌 送去填了劫运 咱们到门 岂不可少损几条性命 道理就是这般道理 若哪位同门心中不服 觉得不妥 人教 愿从中调停 以作担保 但今日 若有人稍后站出来 说一句 西方教合错之有 西方教跟此事 有什么关系 那就请三位大师兄出手 废其道机 逐出道门 李长寿最后这几句 质地有声 威势不凡 道门众先 奇奇点头 有几人额头 不禁沁出冷汗 角落中 地藏哼道 水山当真厉害 为缓解道门之间的矛盾 将我西方教立成靶子 李长寿道 道友再多说一句 我就请大师兄 对你用疑魂之法 让你亲口说出 这些年西方教 算计道门的种种细节 你我两家 本就相争天地大运 立场相对 而今大节落下 该说开的 也当说开 免得我道门之中 有不知西方之恶者 心词手软 为西方教所称 地藏哼了声 却是静默不言 李长寿摇摇头 继续朗声道 就这红莲之事 我便说三点七桥之处 其一 这东西出现的时机 颇为微妙 红莲莲子 早不出晚不出 偏偏在这般大节降临时 出现在血海之中 其消息几乎同时传递到了 产杰两教而终 李长寿转身 看向产教十二惊仙 凝视着广承子 拱手道 广承子师兄 产教之中定有人游说 若让杰教得了红莲 大节之中 产教如何能与杰教相抗 这般话语吧 师兄不必言说是谁 若是听到过这般话语 点头就是 不错 广承子答应一声 而后闭目养神 李长寿又看向了多宝道人 恭收道 多宝师兄 结教之中是否也有人曾说过 红莲乃是凶恶之宝 如何能用此镇压道运 但被旁人驳斥 同样 师兄也不必言说是谁驳斥 若是前几日 听到这般话语 点头就是 多宝道人缓缓点头 同样闭目养神 当下 产教 结教先人 互相传声讨论 他们多多少少 犯弃了疑惑 开始反思自己 是否是被人利用 角落中 白泽木中 满是赞叹 当真想夸一句 水神 老诡辩了 偷换概念 是较为常用的诡辩手段 但能像李长寿这般熟练使用的 当真不多 一个其一 不过寥寥几句 外加此前的暗示铺垫 李长寿很轻易的 就让场内九成的仙人觉得 今日两教之所以会产生矛盾 产生分歧 几乎爆发冲突 纯粹是受人挑拨 以此 暂时遮掩两教的根本矛盾 又给两教仙人一些提醒 告诉他们 两教之内 定然潜伏着西方教的奸细 多宝与广成子 自也明白此事 他们予以配合 保持沉默 便是觉得 李长寿这般处置 也符合当前两教的利益 李长寿继续引导着 场中数千仙人 其二 早在咱们之前数年 西方教就开始 搜查血海 前后派来数千生灵 这不禁要问了 他们是否已寻走了红莲 莫非毫无所获 西方教自称贫瘠 西方教也有一位 特别勤奋的圣人 起早贪黑 东奔西走 搜集各类各样的宝物 各位觉得 那位圣人 会放过这般红莲 群仙齐齐摇头 李长寿又道 圣人之能 鬼神莫测 自是能寻到红莲之所在 此时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西方教圣人 取不走红莲 那里有让圣人 都忌惮地不止 二是西方教圣人 取走了 或许故意将红莲留下 要行各种算计 这般情形下 咱们如何能大意 群仙接连点头 便是连穷瘦这般 聪慧的仙子 都觉得李长寿说的 完全没毛病 其三 这朵红莲 若是被明河老祖所控 为明河老祖 复生之用 明河老祖 为何不提醒 修罗祖早做准备 以至于 如今的修罗祖 像是无头苍蝇一样 在血海中 着急地乱转 仔细想想 处处是陷阱 满地是算计 长庚所言不错 多宝道人叹道 这次 确实是咱们欠考虑了 广成子也睁开双眼 缓声道 选遭旁人算计 幸亏长庚早有警惕 及时提醒 李长寿无语 这几个大师兄 都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的主 产叫一方 玉顶真人沉声问 长庚 今日之局 当如何解 玉顶师兄莫及 我已有复案 李长寿在袖中 拿出一支卷轴 单手举过头顶 随手抖开卷轴 其内是一行行 工整的小字 我 盗门弟子李长庚 今日发起一事 于今日起 至紫霄公六位圣人老爷 商议大劫之前 人产劫三角 不起争执 若各位英允 就在此地 签下这份不战之约 盼 三角昌盛 愿 盗门不衰 听门 不战之约四个字 各方仙人反应 字有不同 李长寿拿出几张 备份的卷轴 在两教仙人中传开 并将自己手中 这份卷轴 递给了三位大师兄 所谓不战之约 并非李长寿 最懂的天道事业 而是很纯粹的 一纸约定 约定的核心内容 很简单 即若在紫霄宫议事之前 产劫两教哪边先宣战 或是暗中搞事 刺激对方宣战 人教就全力协助另一方 卷轴上的绝大部分文字 都是在细化约束的时长 丰富适用的情形 减少可被钻的空子 不多时 三教大师兄各自点头 两教仙人 也觉得此事不错 产教一方 有些仙人 对此不太满意 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 签下不战之约 两教无法开战 那朵十二品红莲 似乎会稳稳落入 结教之手 但此时站出来说这些 岂不是会被人当作是 那西方教安插的奸细 故 产教一方 并未有先人 表达不满 而这些 自然也在李长寿的考虑之内 结教讲义气 产教众声明 前者容易上头者居多 后者明者保身者较重 这些都是可以去算计的方方面面 待三教大师兄各自提笔写下道号 除人教之外 双方另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弟子向前 写下了自己的名号 这份非天道誓言的约定就此达成 保持期一直到紫霄宫中圣人会 玄多大法师将卷轴高举 正要发表一场不慷慨 也不激昂的演讲 但李长寿在旁突然小声道了句 还没结束师兄 这个最好一时三分 三教保留 玄多大法师不由一笑 任李长寿继续折腾 半个时辰后 不战之约趁埃落定 黄龙真人轻轻输了口气 叹道 不知为何 此时心底安稳了许多 一堂花开三堵 三教本字一家 何必打打杀杀 不如先走喝茶 今时既已签下不战之约 咱们就各回洞府 安心修行 踏实带三位老师 紫霄宫中 商定大协之术 若需应劫 就来红尘 走这一遭 此前多有得罪 来请谄教诸位同门物怪 可物怪 我教也有 处之不妥之处 原本一直有些紧绷的氛围 此时终于缓和了下来 双方先人 为了颜面也好 为了体面也罢 此刻都是温声细语 初看一团和气 此证是 红莲欲出 动产节 维护教育 渡劫难 岂料此间多算计 阳谋诡计 显拔剑 一纸盟曰定不战 长耕巧计 赞康安 两教先人各舒怀 定计归山 修道先 正当两教和和气气时 赤精子 扶须问道 那 那堵红莲 具体如何处置 轮回塔顶层 再次安静了下去 李长寿笑道 此事也好解决 今日 咱们三教一同出手 先寻到这红莲 再看能否取走红莲 若是取不走红莲 且红莲降生 会令三界涂炭 那就全力将这红莲毁掉 若是能取走 那就将红莲 献给三位老师 由三位老师定夺 如何处置 诸位以为如何 产教先人仔细一琢磨 由圣人老师决断 确实是最佳处置方式 结教先人使劲这么一想 这红莲只要能取回来 自家师尊正缺这般 镇压教运的宝物 两位师伯如何会不让 八成就是归他们结教 于是两教先人各自点头 产教一方 称赞水神 李长庚 足智多谋 结教一方 感慨他们结教女婿 当真是胳膊肘往里管 又是一番寒暄 李长寿将场地主导权 交给了三位大师兄 并将金鹏所在方位 暗中告诉了 宣都大发誓 随后李长寿就去了角落中 与青牛白泽对视一眼 常常松了口气 暂时搞定 白泽传声赞叹 水神之谋令人钦佩 为了道门如此劳心劳理 当得奖赏 青牛也道 长庚师兄 今日做得漂亮 李长寿看了看天空 把催债的话放回了肚子里 你眼笑了笑 原地打坐 继续思索 暂时压住了产节矛盾 接下来就是去专心谋划红莲了 片刻后 多宝道人与广城子开始发号施令 如何寻红莲取红莲 李长寿此前就已制定了完备的计划 交给了师兄大法师 此时也不过是借玄都大法师之口说出来 调动三教先人 这次道门要高调入场 劝退各处散修 镇压闹市的修奴 天兵天将和地府势力 作为道门的后援 必要时可以封锁幽冥界出入口 考虑到红莲所在密地 定是无比凶险 道门若是去太多闲 咳咳 道门若是过去太多 修为不足 没有重保护身的炼气室 遭遇险情 非但白白赴死 还会拖累顶尖高手 鼓励长寿定下的计划中 此次还是以三教大师兄为核心 搭建一个十人左右的小队 不多时 道道身影朝轮回塔外飞去 赶去血海边缘 以做接应之事 三教大师兄也选好了同行高手 此时正在等两三人赶来 人教出力的 自是玄都大法师与李长寿 这对师兄弟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七十七集 谄教大师兄对太乙真人颇为偏爱 太乙真人百般推辞 各种不愿 还是被预定真人推上了贼船 结教一方最为热心 今日现身的三位随士通天教主的大仙 乌云大仙 灵牙贤 金箍贤 主动请战 被多宝道人婉拒 随士七仙 乃侍奉通天教主的七位高手 虽法力深厚 本领不错 却并未被通天教主 赐下过重宝 总体战力 少训于结教八大弟子 而八大弟子中 穷肖 碧肖 归灵圣母三位 比起其他五位稍弱半仇 也被多宝道人筛除在外 其他五位则一同出手 虽然碧肖纯属 人在家中坐 距从地府来 一直在三仙岛看家 毫无参与体验 对此 穷肖一阵郁闷 跑过来嘟着嘴 对李长寿 喊了几声姐夫 李长寿只能借口 无法干涉 结教大师兄的决定 暂时安抚了下来 此时 盗门摘连小分队 就在等 吴当圣母 精灵圣母 与云霄仙子赶来 角落中 李长寿问道 白先生 稍后可要一同去寻红莲 白则笑道 谁身若有所需 预导 自当相随 那就有劳白先生了 李长寿正色道 此行波轨莫测 我也看不透 凶险具体为何 天机混淆 有白先生 趋吉避凶的神通才 也能多一份保障 若是可以 李长寿自身 也不想前往 那般险地 但太清老师 给了这么多宝物 还有个去字 青牛笑道 长宝师兄 我也一同跟去吧 咱们人教弟子不多 没人不够 也就只能 做起来凑了 如何敢 趁你入险地 李长寿笑着拒绝 传声道 稍后还有劳烦你 看好穷枭 他性子较急 且爱胡闹 如果他要暗中出手 你就用金刚卓 收了他青椒钱 老牛抬手 摸了摸自己的鼻环 纳闷道 长宫师兄 你如何知 这是老君炼制的重宝 李长寿无语 聊天聊暴了 这咋不知道 您老不就是今后 西游劫难中的四大王 守孙侯的金箍棒 抢哪吒的六剑套 把天庭众神 耍得跟猴一样 最后老君前来 才画出原形 拍拍屁股就走了 有一说一 独角四大王 自身的本领 跟脚 宝物 比那被酒色掏空身子的 牛魔王强多了 时可谓 西游第一牛 李长寿淡定地笑了笑 并未解释 壮汉青牛眨眨眼 恍然大悟壮 顿时明白了点什么 至于具体明白了什么 那不重要 白泽道 水山 咱们先过去吧 嗯 李长寿答应一声 整理衣袍站起身来 抬手在脸上一抹 化作了一副 常用的青年道者模样 又脱下白袍 换上青色长衫 将长发由银白 变作乌黑 简单竖起倒孤 之所以换个形象 主要是这样 能够激起 三教大师兄的保护欲 才不是因为 云霄即将前来 自己要变帅一点 转身 提步 不愿出各位道门高手 都将目光汇聚而来 各自露出 或淡或浓的笑语 鼓声 不 是道心突然一震 一刹之间 方若坠入了女娲娘娘的石亭神通 李长寿眼中 塔顶层突然褪去色彩 化作生灰 元神抽搐 灵绝大振 喂 这是指导人传来的感应 本体携带的几件重宝 毫无异样 李长寿瞬间回神 立刻将本体 与那具指导人的关联切断 分析着心底传来的几幅画面 血海 金翅大捧鸟背上 就在那浓郁危机感爆发的一瞬 直到人身前的乾坤 出现层层涟漪 一杆漆黑的长枪 破开乾坤 直刺他前胸 正隐藏身形的金翅大捧鸟 反应堪称神术 深周爆发出一根根金色光雨 但这光雨还未完全爆发 那杆长枪 已是穿透直到人胸口 画面 在金翅大捧鸟 那狠力的啼叫声中 戛然而止 那把长枪 褶皱的乾坤中 有些扭曲的黑影 单单只是隔着指导人 就让自己心神 惊颤不已的杀戮气息 李长寿下意识后退半步 面色有些苍白 呼吸略微不长 这洪荒 到底还藏了多少凶险 李长寿突然出现的 这般异样 同时落在此地 十多位仙人眼中 大法师身形一闪 到了李长寿面前 抬手握住李长寿手腕 一股平和的气息 环绕在李长寿身中 与此同时 太极图的灵觉 落在李长寿心底 这件字开天辟地 就伴随在太清圣人身旁的 仙天至宝 此时 见多识广 此刻 在李长寿心底 凝成三个大字 点破了内杆长枪的跟角 怎么了 玄都大法师 关切地问 师兄 快 李长寿掌心 飞出阴阳二气 化作太极图 归于大法师左见 刚才我说的方位 金翅大朋友有难 陆神枪 大法师精神一震 身形直接消失不见 半点残影都未留下 乾坤泛起连片的褶皱 由大法师催动的 先天至宝太极图 微能可显大半 仲仙纷纷围了上来 多宝道人问 什么陆神枪 陆神枪不是在远古 就被毁了吗 可是那混沌清廉 连根所化的陆神枪 当年魔祖罗侯的兵人 李长寿深吸了口气 玄黄塔悬浮于元神之上 乾坤池也钻出他掌心 心底内股焦虑感 与虚弱感烟消云散 李长寿解释道 事不宜迟 具体咱们陆上说 先去助我师兄一臂之力 那红莲 怕是被了不得的大能盯上了 唯一日指导人 守在已死那红莲的所在之地 刚被一道虚影 持着陆神枪脱袭 金鹏元帅应当不是拿 陆神枪的对手 故请师兄赶去支援 李长寿掌心泛起云雾 快速凝成几幅画面 多宝道人大袖一甩 拿出一辆青铜战车 来不及多解释了 快上车 咱们在此地商量这么久 莫要让红莲被他人所多 赵公明 李长寿 白泽 立刻跟着多宝道人 跳到车上 广城子扭头 对玉顶真人太义真人叮嘱 稍后 莫要逞强 三位铲教高手 当即跟了上去 青铜战车即将开启 穷霄与归灵圣母低头溜了过来 想从侧旁混上去 但老君的青牛 念着李长寿之前的叮嘱 立刻赶到近前 张开手臂 拦下了这两位结教仙子 青牛笑道 咱们就嫁人过去吧 莫要给仲师兄添乱了 这般一耽误 多宝道人 已催起领宝战车 前方乾坤塌陷 露出一口大洞 战车化作一道流光 飞入其中 乾坤又瞬间恢复正常 穷霄瞪了眼青牛 随之就想起 这是老君的坐骑 略微不满地哼了声 拉着归灵圣母 飞出祠塔 道门高手一走 轮回塔 迅速冷清了下来 地藏坐在窗台前 心底琢磨着 李长寿刚刚所说话语 暗道一声奇怪 地厅 主人您别问 地厅 老老实实趴好 这事咱们管不了 当门这三位大师兄 也足以应对 地藏皱眉思索 问道 此间可有两位老师的算计 应当是有 顺水推舟 推波助澜吧 地厅叹了口气 抬头看着窗外 低矮的天空 大吉一来 红莲江县 各路妖魔鬼怪 都跳出来了 彭荒自古以来 胜者为青 败者为拙 这些拙 哪怕都聚成一堆 又如何能胜过 这些比当年更强横的青 不劳挣扎 还不如找个安生之地 聊此残生 嗯 地藏 地厅瞥了眼 身旁的青毛大狗 莫非 我也是你的安生之地 那不能 地厅眨了下眼 义正言辞 当年 纯粹是看中了主人您 逐智多谋 绝非是因为你 圣人弟子的身份 哼 地藏 一副衣袖 关闭轮回塔 各处出入口 坐在那儿闭目养神 凡事都已 与他无关 距离长寿等盗门仙人 离开轮回塔 不过片刻 血海不知何时出现 直径超过百里的 大漩涡上空 玄都大法师 提着浑身嗜血的 金翅大鹏鸟 正在静静等候 太极图道运未散 一股被碾碎的杀戮气息 在各处回道 下方漩涡中 乾坤正在自行修复 此地还有残存的天道道运 似乎此地 在不久前遭过天罚 乾坤踏出一口圆洞 青铜战车轰隆而出 多宝道人大手一挥 收起领宝 起到身影 快速赶到大法师身旁 师兄 李长寿喊了一声 拉着白泽的胳膊 一同向前 正出神的玄都大法师 转过身来 将昏迷不醒的金翅大鹏鸟 轻轻一推 送到李长寿面前 金翅大鹏鸟 浑身是血 锁子甲 早已崩碎 长发 染满血污 身中 总共有二十余处伤口 都是较深的刺穿伤 伤口缠绕着一缕缕黑气 还好金翅大鹏鸟的元神 只是负了轻伤 此时在抵抗杀戮气息轻蚀 体内有一股丰沛的药力 玄都大法师 有些尴尬地道一句 一时大喜让对方逃了 多宝道人问道 凶人几何 四有三四人 玄都大法师道 那名头戏长根化身 和金翅大鹏的凶人 应该是故意 引开咱们的视线 广城子问 师兄可看清对方来路 当真是露神枪 并问 玄都大法师 面色凝重地摇摇头 那露神枪是露神枪 也非露神枪 不过是将露神枪的残存碎片 融在了一起 重新炼制而成 远没有远古露神枪的威能 我与他交手一个照面 对方便将金翅大鹏鸟 生了过来 自身直接撤离 乾坤中隐隐留下了 几道残影 那朵还未成形的红帘 就在这几个凶人身上 李长寿将金翅大鹏鸟 交托白泽照料 出声道 我有搜寻雀怜之法 师兄 我那指道人可救下来 大法师一阵摇头 对方掳走了你的指神 四是在你指人的储物法器中 找寻什么 找寻什么 李长寿皱眉思索 随之眼前一亮 自己储物法器中 有什么能让对方感兴趣 常被身边的新火烧 一点毒药 浮沉 不 都不是 而是那九十九只 业障缠身的魂魄 那对于红帘而言 应属于一点小补贫 李长寿心底私存 在血海上空来回踱步 又对那九十九只魂魄 说了句抱歉 倒是自己害他们魂飞魄散 稍后还是要烧点纸祭点下 今次大鹏鸟并未重伤 李长寿刚才紧绷的精神 自是放松了下来 耽误之急 必须尽快找到红帘的位置 李长寿看向广城子 与多宝道人 攻守道 还有劳烦两位师兄 通知各处同门仙人 自此封尽血海 让无关人等 尽快离开 就说红帘爆发时 会吞噬修为较低生灵的魂魄 以此填满自身 若是讲不通道理 直接驱逐就好 我会让天兵天将 赶去四处宣扬 善 忍中 广城子于多宝道人 答应一声 立刻发出一道道御符 李长寿又来回踱步 响了一阵 已有指道人赶去阎罗殿 准备再取几十只业障缠身 本身角落的魂魄 做搜寻红帘之事 星底灵光一闪 李长寿眼前一亮 功德 他右手掌心涌出道道金光 拽出些微功德 凝成一朵莲花 外围包裹了一层仙粒 带着这朵功德莲花 李长寿身形挪移出百里 面对着血海一阵沉思 已知 业障与功德可互相抵消 而十二品业障红帘 此时正在吸纳业障 对功德应有排斥之感 也不对 红帘不惜功德就是了 没必要让功德远离自身 不能这般简单判断 玄都大法师几人 从后赶来 也不敢去打扰李长寿 李长寿盘坐在血海之上 静静思索 又片刻血海边缘闪过几道窃影 一白一惊一浅蓝 全力赶来此地 李长寿突然悟通此间关键 转身喊道 杜宝师兄 可有功德领保借我一用 旋都大法师打断道 长刚不用这般麻烦了 嗯 李长寿不由一正 大法师背负双手 下巴对着西南方向抬了抬 看到 李长寿扭头看去 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 西南九万里 一根血红色的光柱直冲天际 其上不断涌出 一圈又一圈光运 似是在呼唤着什么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七十八集 这一刻 血海之内 各处修罗族生活的空岛 一名名修罗族男女 双目被血光填满 无论男女老幼 修为如何 进阶飞出空岛 在血海之内 汇城道道洪流 朝那血红色光柱出现之地而去 李长寿一眼就认出了 光柱下是何地 上次搜寻轮回塔时 曾闯过的龙坛虎穴 修罗族高手死守的大城 驻足而立 李长寿仿佛看穿了层层阻隔 看透了血海波涛 看到了那大城正中 匪墟大殿内盘坐的老者 以及那朵即将盛开的 十二半莲花 他自然没真的看到 这些不过是心底想象出的 这般情形 而实际上就在那座废弃的大殿中 四道黑影站在四个方位 或是抱着长枪 或是握着残剑 注视着那朵正在凝聚 第十二半的红莲 只是红莲汇聚的业掌尚且不够 第十二半总是无法凝成 红莲之后再次出现了明和老祖的虚影 不过此时 这虚影已经无比清淡 真的要救他吗 当年被他欺凌的还不够吗 他戒红莲 红莲戒他 上古之约 也防了我们 那抱着长枪的黑影 随手拿出一只布包 将布包扯碎 在其内 取出一颗圆球状的法器 扔到了血帘附近 其内飞出一缕缕业掌之力 被红莲迅速吸纳 马 聊胜于无 白先生 现在感觉怎么样 水山莫及 嗯 有感觉了 什么感觉 可否详细描述一下 血海中 距离那血色光柱不过三千里 九道身影静静立着 注视着于前方百丈外 忙碌的李长寿和白泽 白泽此时显出本体 额头竖脚不断闪烁光亮 周遭三根七彩流光的长雨 不断飘荡 血海的污水 被挡在十丈开外 大劫降临 天机混淆 占卜 推算都失了笑 白泽 这种瑞寿的独特神通 就显得无比珍贵 此时白泽压力十分巨大 他当真怕感应错了 让身后这群盗门顶尖 圣人弟子落入陷阱 这些圣人弟子可都是三教的宝贝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白泽非被圣人老爷 把皮抽筋不可 但白泽左赶右赶 努力感受着三千里外 那座大城 确实没什么凶险之感 白泽道 此时我感应自身 感应水神与各位道友 都是前方无极凶 很平淡 李长寿抱着胳膊 想了一阵 又道 这不太对 完全说不过去 对方那几名高手 为何会如此大张旗鼓 暴露踪迹 等咱们过去 莫非是有困住咱们的手段 沈沈 白泽问 有没有可能 此事自始至终 都是修罗族在算计 他们想拼死一搏 但对于道门而言 只是不自量力 所以平道 才觉得前路无凶无疾 有没有可能 圣人能影响你的神通 那琴马 也应有 圣人出手的痕迹 白泽满是怀疑的 低头看了眼自己 一时间 竟也有些 不太确定了起来 他 被影响了吗 李长寿 左思右想 始终有些 不太稳妥 西方教 若真是知难而退 前方八成 会有什么厉害高手 让西方教放弃红莲 连远古 陆神枪的碎片 都现身了 稍后 再蹦出个 魔祖残魂 倒也不必 大惊小怪 李长寿自然知道 自己接触到的洪荒 其实一直有些片面 上古之后 道门大兴 人族大兴 天道演变 天地间 少了许多凶恶的身影 就如鸿蒙凶兽 大多远顿混顿海 要是昆蓬 而今也在混顿海中逛荡 那些凶性较重的生灵 要么被天道抹杀 要么远走高飞 洪荒高手 绝不只是圣人弟子 只不过如今 使圣人弟子们 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这血海 这红莲 很可能引出 各路妖魔鬼怪 上古凶恶 不知所踪的 第三颗红莲莲子 能在大法师手下逃掉 将金翅大红鸟打掉 近乎半条命的小鹿神墙持有者 如今大油大白 亮出来的血色光柱 再问一手 李长寿转身问道 师兄 那十二品红莲 确定是在此处吗 确定 最先回答李长寿的 却是太极图的灵念 大法师也道 维兄曾与明和老祖交过手 也曾用法力 轰过十二品红莲 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 红莲应该就在前方不远 明和老祖的气息 虽然虚淡 但也确实存在 李长寿沉吟几声 缓声道 白先生感应不出明显的胸疾 稍后咱们都离白先生尽险 免得遭了算计 各自要用的法宝也提前备好 尽量稳妥无失 善 玄多大法师答应一声 将太极图背在了身后 在袖中拔出了一把三尺清风剑 剑身已是袖剂斑斑 云霄仙子取出混元金斗 化作巴掌大小 拖在掌心 对李长寿轻轻眨了下眼 一眸秋水 剪前影 乱我心神 憎我忧 精灵圣母 握住龙虎欲如意 无荡圣母 抓着一把碧绿色短杖 某圣母杀手 广成子掌心 托举翻天印 赵国明 只是拿出金木鞭 定海神珠 在一次次 名为躺下的 洪荒社会实验中 已经熟练到了 随心而愈 玉顶真人 最是简单 头顶献出一方小顶 小顶洒落道道气息 护住自身 而一身红袍的太乙真人 站在侧旁 在自己袖中一阵翻腾 也是犯了难 他最顺手的是金砖 也是九龙神火罩 又或是火尖枪 乾坤圈 混天灵 等等 宝物层次都差不多 也都是难得的好物 正此时 太乙真人 听到了侧旁的呢喃 却是多宝道人 在那儿嘀咕 今天是宠信这边 还是宠信这边呢 确实是个问题 太乙真人 不由凑了过去 笑道 多宝师兄 也想不好 用哪件宝物来 多宝抬头笑了笑 继续在自己袖中搜寻 随口答道 说贱就错了 维兄是在考虑 今时遇到敌人时 是用这一裤的宝贝 还是用这一裤的宝贝 平均一裤 也就一两千件 都是些不争气的灵宝 太乙真人额头挂满黑线 站在那儿 一阵缓不过神来 一直到玉顶真人 在旁招呼 才垂头丧气 跟着一同向前 三千里路 对这群高手而言 也不过弹指光影 然而 即将抵达那座大城时 飞在最前方的 玄都大法师抬手 打了个手势 众仙立刻停下了身形 朝玄都目光 头像的位置看去 血海翻涌 破开一条路径 一道道流光 飞射而来 其内包裹着 数百修罗族男女 修为境界高低不移 正当李长寿 他们觉得 这些修罗族男女老少 应是来此地增援时 这数百身影 头也不回 没有任何犹豫 竟只撞入了 那道洞穿血海的 血色光柱内 几乎转眼消融 数百生灵的消逝 如此轻而易举 毫无波来 这 赵公明破口骂道 这明河老祖如此心狠 多宝道人反手 拿出一把铜镜 萝卜状的手指 快若幻影 点在铜镜各处 其上现出了 方圆十万里内的情景 一股股血色浪潮 穿梭在血海中 无数修罗 正朝此地涌来 白则道 如此看来 明河老祖 为自己复生 做足了准备 红莲做起神魂 修罗族填补他法力 让他能直接 恢复巅峰 精灵圣母皱眉道 这未免太过凶残 总算明白了一事 太乙真人嘴角一撇 怪不得这老东西 效仿女娲圣人造人 自己造化了修罗族 却没得天道降下的功德 大法师叹道 修罗族最初 不过都是血神子 李长寿却并未感慨这些 他直接道 如此 我倒是能暂时安心的 对方如此明目张胆 暴露行踪 大概率不是要先引咱们过来 而是确定咱们能寻到此地 明河老祖要放手一搏 牺牲修罗族 为自身搏一搏生机 咱们不如缤分两路 一路去毁掉这光处 或者去阻拦那些修罗族 靠近此地 一路直取红脸 广城子却道 前路未明 分兵不妥 不足 聚才一同 贫道已感受到了几股威牙 城中似有两只 消失多年的上古凶手 李长寿沉吟一耳 点头答应了下来 如此倒也算稳妥 精灵圣母道一声 速战速决 道门十位顶尖高手 外加一头锐兽 迅速逼近前方大城 李长寿让白泽 每隔三次呼吸 抱一次胸疾 心神之力拉满 李长寿远远 就嗅到了血腥味 前方这座大城 似乎与他上次所见时 没有任何变化 一眼就能寻到 上次躲藏的角落 甚至李长寿 能记起前次过来时 那些巡逻的修罗族高手 所在的每一个方位 但现在大城空空荡荡 只有大城正中 那座废弃的电宇 有威压传出 电宇上方就是那道 冲天而起的血色光柱 李长寿心底 默念问自惊 催起空明道心 又故意落后两步 离云小仙子近一些 一行人轻松进入大城范围 毫无阻碍 是不是太顺利了些 但太极图等质宝 必无提醒 三位大师兄都在此地 身边除了太乙真人 都是顶级大能 自己有些疑神疑鬼了吧 李长寿如此想着 那大殿之中 走出四道黑影 散发出四股凶悍威压 其中一人 还对着他们 发出一声冷哼 作为回应 他们自然也要 亮一亮道行 道门三位大师兄 保持淡定 李长寿和白泽 属于智囊 其他六位高手 齐齐散出自身气息于威压 一时间 精灵圣母 云霄仙子 赵公明 无荡圣母 玉顶真人 就如五座威厄大山 将对方那四道气息 轻松压制 某位气息 如小山一般的太乙真人 默默走到了李长寿 和白泽身旁 这年头 谁还不是靠嘴皮子 扬名立万 多宝道人一声轻贺 道门行事 妖魔退避 有个粗狂低沉的嗓音 在那大殿前响起 就凭你们 不错 就凭我们 结交仙何在 多宝道人左手高举 袖中站出点点星光 带领赵公明 云霄仙子 精灵圣母 无荡圣母 齐齐前冲 一时间 只见各位大神 自显神通 各类法宝 光影乱闪 赵公明身舟 二十四颗定海神珠 闪耀水蓝光亮 精灵圣母 显出六臂法身 翘脸 满是冷意 云霄仙子身周 泛起淡淡云雾 混圆金斗 照出万丈金光 不得谢 李长寿 喃喃一声 周眉看向云霄的背影 对结教 这五位洪荒 顶级大能的实力 李长寿自不会怀疑 修为道境 宝物器语 他们没有任何短板 但此情此景 李长寿 就是感觉有些 不太对劲 能从远古 上古 活下来的凶人 当真会有明知山有虎 偏向护山行的气魄 会有这般直接挑衅 道门最顶尖九位高手的胆量 李长寿此前 让各位师兄师姐 拿出宝物 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己方威势 让对方知难而退 他此时观察各处 心里早已拉满 不断问询白泽与塔爷 对方都说 前方并无半点危险 心底灵光一闪 李长寿突然开口大喝 前面 前方舞蹈身影 丝毫没有回应 大法师眉头紧皱 左手钻拳 对着前方 轻轻打出数道阴阳二气 整个大城的画面 抖动了几下 城中的断壁残垣 那座废弃的大殿 以及大殿正上方的光柱 殿前四道身影 前冲的结窖五位高手 同时崩塌消散 化作一片片灰色迷雾 云 李长寿下意识 向前冲出半步 但尖头被大法师大手扣住 又被拉回到了大法师身后 大法师立刻道 我要走散 他们没事 可谓离我近些 言说主 太极图缓缓张开 化作实障之境 将李长寿大法师 与结教三仙白泽 以同照住 这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579集 广城子看向各处 手中打出一道流光 随着这道流光的消散 周遭灰云褪却 喧闹声自各处传来 这座上谷就被废弃的大城 仿佛活了过来 断臂残垣不断生长 几乎转眼间 大城恢复了悠久岁月前的繁茂 各处走动着一名名俊美的男女 海红嬉戏 老者笑谈的场景也随处可见 不少修罗还对着他们露出微笑 广城子皱眉 随手点出一道流光 打中侧旁路过的两名修罗 将一名修罗尖头射穿 对方惨叫一声 慌忙后退 整个街道顿时乱了起来 一群修罗 嗷嗷压压喊着 将他们围在此地 似乎在指责 大法师背后 李长寿不知何时 已盘坐了下来 头顶玄黄塔 闭目凝神 还好有空明道心在 李长寿时刻保持冷静 刚刚的冲动和焦虑 此刻已烟消云散 阵法 神通 又或是幻境 惊讶地发现 指道人还能连通 李长寿立刻感应 留在云霄身旁的指道人 对着外面呼唤几声 云霄 云霄 我在 云霄仙子温柔的嗓音传来 李长寿的指道人 被捏出了荷包 他借指道人 看到了云霄他们 此时所处情形 他们也陷入了一座大城 不过这座大城 在多宝道人 甩出漫天法宝的宝盒打击之下 已经再次化作废墟 李长寿叮嘱叮嘱道 让大家不要走散 这有可能是无比高明的困阵 云霄温柔的一笑 柔声道 您要照顾好自身 我这里一切安好 不要让灵鹅担心 李长寿又叮嘱了几句 这才收回心神 对大法师几人言说 那边发生之事 他们应该是 坠入了另外一个幻境 对不起 云霄刚刚为何会提起灵鹅啊 李长寿默然一惊 空明道心轻轻震颤 他凝视着眼前的大法师 又突然转身 凝视着侧旁的太乙真人 大法师问 长庚 你怎么了 李长寿露出几分笑意 温声道 师兄我没事 我再跟那边联系一下 随之 李长寿闭上双眼 仔细感应着自己 一句句指导人 各处指导人 似乎全无异样 自己依然能监察各处 监察小穷风 南海 东海 天庭 地府 一切安然如常 但云霄 为何会在这般情形 这般语境 提起与此事 本不相关的灵鹅 而且最古怪的是 仙子虽然温柔 但也是分时候 像刚才那般大战的情形 云霄仙子正常的表情 就是清冷 李长寿一言不发 星神在指导人各处挪移 不断观察 各处如常 但各处透着不对劲 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却在安然找寻此地 不同寻常之处 岂不是最大的不寻常 这是怎么了 李长寿善于自行 也不断去自行 此时他全力自查 很快发现了蛛丝马迹 周围这些修罗 为何表现得 那么像凡俗凡人 他睁开双眼 道一声 白泽先生 请化作人形 白泽有些纳闷地 歪了下头 随之深周鲜光流转 化作了一名妙龄女子 还对李长寿妩媚一笑 果然是这一半 李长寿低头 掐了把自己大腿 清晰地痛觉传到心底 但李长寿随之道一句 我道 此地不觉疼痛 屏住呼吸 再次掐大腿 那痛觉出现了一瞬的停滞 没错了 梦境 虽然不知道自己何时中招 对方如何做到的 但这里确定是梦境无遗 而且是他独自一人的梦境 面前的大法师 塔爷的嗓音等等 都是虚假 一切由道心而来 一切顺道心之意 因为这里是自己的梦境 全都由道心构想而成 好厉害的手段 李长寿沉吟几声 已是思索出破解当前梦境的对策 关掉空明道心 仔细感受自己心绪波动 而后震荡道心 莫颂太清水得偏 星神归一 呜呜呜呜呜呜 道字横生 寂静空明 空明道心 开 呜 周遭似天旋地转 元神不断颤抖 一缕灰色气息 紫元神飘出 悄然消散 李长寿猛然睁开双眼 入目是阴暗的天穷 以及缓缓旋转的太极图 显时一扫 顿时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此时正躺在城墙角落 侧旁横七竖八 或坐或倒 一同前来的道门高手 一个不少都在此地熟睡 他们呼吸平缓 深周各有宝物相护 自身毫无伤势 几道灵爭在心底响起 却是太极图的轻笑声 不错 那么小徒弟竟是第一个 正脱了梦境 他爷爷道 一群圣人大弟子 刚进城就被放倒了 宝都替你们觉得丢人 还好小徒弟你 护出了道门的脸面 李长寿在心底盲问 这是什么神通 如何救他们醒来 此时他可见 这座大城还是那般空气 血色光柱还在 大殿前却并无任何人影 太极图的一段灵诀 再次传到了李长寿心底 吐槽了句 他们栽了也怨不得别人 在天地间得意惯了 早已忘了洪荒 有种种神异的生灵 此地布置 有些许混沌凶兽 换圣的本源圣器 此物能催生灵入梦 无法探查 无法搜寻 便是弱一点的圣人进此地 应当也会被困片刻 此前我们也没能发现异样 不然定会出声提醒 这般本源圣器 按理说很难被采集 估计这背后有圣人出手 也就圣人 有这般手段搞来此物 李长寿指示问 如何助他们脱困 图老大解释道 外人无法相助 幻圣是混沌海中 最难缠的凶手之一 但他本身并无半点神通法力 只是能释放圣器 圣器之中自成仙国 吸引无数真灵 于其中轮转 以真灵为实 本源圣器 是幻圣用来自我保护的手段 中了就必须自行悟透 不然只能在梦中沉沦 放心就是 大徒弟他们悟性也不低 最多三五日也该醒来 我再次低护着 自不会有事 果真是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宝物还是老一辈的厉害 李长寿 眺望了一阵那光柱 心底一阵嘀咕 三五日 若是修罗族 源源不断过来送命 怕是只需办事 那红莲就可成熟 换而言之 盗门顶接那批高手 提前出局 这 李长寿经不住一手符合 转身走到云霄仙子身旁 近距离看着他 清美无双的脸蛋 轻声呼唤了一句 云霄 云霄呼吸平缓 似乎梦溢着温柔的话语 李长寿凑近一听 听清了那是跪下二字 嘴角顿时一阵抽搐 又看一眼多宝道人 这位结教大师兄 红光满面 身体在轻微地蠕动 应该是在梦中 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再看广城子 此时广城子 是盘坐的姿势 显然是在中招前 发现了异样 但来不及做出应对 已是沦陷 至于自家大师兄 这不是在做梦吧 这是顺势睡熟了吧 一次六道轮回盘 面对欲知化身 一次在这儿 感情大法师您的弱点 就是欲睡必睡 李长寿嘴角抽搐一阵 为云霄仙子搭上了一件道袍 而后站起身来 走到躺倒在断墙上的 太乙真人身侧 抬脚踢了踢 太乙真人的小腿 李长寿面无表情地招呼着 醒醒醒醒啊 灵珠子跟玉兔 动防花烛了 太乙真人毫无波动 李长寿游字不放弃 随手一点 一缸冰水浇了下去 又拿出乾坤池 轻轻打了几下 太乙真人手心 见太乙真人毫无反应 还放了几个小法术 太极图的威压之下 九龙神火罩等宝物 也不敢妄动 他爷不由问 小徒弟 你跟太乙有仇 还是怎么的 没办法 李长寿看着面前 已是面目全非的太乙真人 心底嘀咕道 在场也就敢得罪这家伙了 他爷不由婉儿 突然间 李长寿察觉到 似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他扭头看向废墟镇中的大殿 那里有道黑影后退两步 躲入了殿中 哼 李长寿冷哼一声 暂时没去多管 守护红莲的那些家伙 明显是没想到 此时就已有人醒来 没办法 李长寿自省的频率 着实太高了些 而且经历过 被捷运控制的丧尸之痛 也算长了个记性 不对 自己如何确定 此时所处的不是梦境 李长寿仔细想了想 倒也找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先对上方做了个道意 李长寿朗声道 弟子恳请天道老爷 降下一道不中的天罚 没反应 那换个策略 天道老爷 此前那两笔功德 何否立个字句 轰隆隆 血海之下 风云变色 天道之力 凝成一朵灰云 笼罩在了李长寿头顶 落下一道细细的紫霄神雷 太极图与玄黄塔 完全不管 任由神雷砸在李长寿额头 少请 李长寿面色焦黑 露出少许满足的微笑 尺间飘出一缕缕黑烟 这里不是梦境 疼得据真实 就是头顶灰云 并没有要散去的迹象 哎 李长寿突然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了侧旁的太乙真人 张手一射 将太乙真人与保持本体状态入睡的白泽 招到身前 用力摁住 咔嚓 一道天伐神雷 伴着两声惨叫 再次闪耀在这座大城 那座废弃大殿中 四道身影在断壁的遮掩下 观察着远处城边 太极图笼罩之地的情形 那个二教主给的慎气 是假的不成 子子是何方神圣 怎么可能这么快醒过来 他是天庭水神 太清圣人二弟子 近几百年崛起的道门新兴 他们不知也在情理之中 天伐 牧飞 他跟咱们是同类 四人陷入了沉默 这般关键时刻 为何原本自觉完美的计划 总觉得要出现变数 与此同时 血海边缘 文姨 抱歉 我必须回去 斗篷下的少女低叹一声 躲开前方巡查的一对天兵 身形极快地钻入血海 他感受到了来自老祖的呼唤 身为修罗族 如今不多的公主之一 他必须在这个时刻 赶去老祖身边 助老祖附生一臂之力 老祖创造了他们 给予了他们生命 让他们能在洪荒中存在 为老祖奉献自身 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他知道 文姨那刺耳的讽刺 是为了他好 离开了暗无天日的血海 成为西方教手中的利剑 执掌原途 他已经可以不去管血海之事 可族人们在哪儿 家人们在哪儿 此次文姨不让他过来送死 不错 少女已知道 自己此行几乎等同于送死 去对抗道门 尤其是对抗那群 合力几乎能图指定圣人的 道门大弟子 自己或许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 但这就是他的命 耳旁突然响起有些低沉的嗓音 在血海中急速穿行的少女 立刻就近前府 她闭上双眼 斗篷下小巧的耳尖轻轻颤动 激紧地探查各处 高手 对方的气息飘忽不定 自己竟无法锁定 突然间 这低沉的嗓音 就在自己背后 斗篷下的少女浑身僵住 目中寒光一闪 豁然转身 斗篷之下 闪出一道剑光 此刻她才看清 自己面前站着一名人形的牛腰 而她展出的剑光 比她的目光还要迅击 当 一声兵器相撞的响动 那牛腰 也就是老君的坐骑 兜率弓的青牛 双手握着一把钢枪 雄壮的身形 却被直接打飞 方圆百里的血海 掀起滔天波涛 人途剑 青牛惊呼一声 立刻低声呵斥 你是呵斥 那斗篷下的少女 理都不理 自知 必须速斩此牛 右手握着圆图剑 身形化作一道红光 向前击射 青牛 眉头紧皱 此刻完全不敢大意 抬手将鼻环取下 对着前方远远一扔 口中念诵 积极如律令 鼻环骤然放大十倍 爆发出刺目的金光 显露出金刚卓的真实形态 那少女手中圆图剑 竟主动挣脱她的右手 窜过金刚卓正中 转眼被封了灵性 而金刚卓向前一推 打在少女前身 我的剑 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第五百八十集 抖风下的少女不管不顾 身形立刻向前 而青牛此时 已然扑制 一拳砸向着少女 躲藏在抖风下的身形 周遭血海污水 被仙力荡开 这一拳力大势沉 便是大罗惊仙 受了也要重伤 月宫嫦娥们 肯定要莺莺地吐醒 但拳风在离着少女 那小巧鼻尖 不过半寸处堪堪停住 灰色的斗篷向后飘落 那一根根银白色绣发荡起 她巴掌大小的翘脸 白里透红 赤红色的眼瞳中 却带着不甘于倔强 牛无语 血海仿佛安静了 青牛愣愣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不知为何 心底泛起了咚咚的鼓声 那鼓声又奏起些许乐章 唱得似乎是 阿牛爱上了阿善 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好你个李长庚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频道跟你没完 血海光柱之下 大城边缘 太极图笼罩之地 浑身焦黑的太乙真人 指着侧旁安睡的云霄仙子等人 对李长寿破口大骂 几个意思 感情 你就敢拿频道相试 那是天罚 你以为谁都是你 跟盗族老爷的亲孙子似的 没事批两下 睡一睡也 疼他疼 李长寿在旁 连连陪小座衣 另一边 白泽梳理了下 自己飘逸的长发 抹了把脸 含泪 把自己的山羊壶 修剪得更短了些 对着宁城的镜子 左看右看 满是惆怅 没想到 他一个趋吉避凶的瑞寿 竟然也有被天罚批的时候 跟着水神混 果然能体验到此前 无法想象的寿生 且寿生逐渐圆满 太乙真人吼了一阵 也冷静了下来 抱着胳膊 坐在白泽身侧生闷气 调整着自身气息 看向了远处那座大殿 太乙真人道 随时怎么办 等大师兄他们醒过来 来不及 李长寿站在断墙上 眺望着头顶浑浊的血海 他话音刚落 血海翻涌 道道身影从中窜出 朝那血色光柱 前赴后继 修罗族的男女老少 紧接面无表情 双目被血光填满 撞在那光柱的一瞬 身形随即消融 那一点点真灵 也被光柱随之吞噬 李长寿面容有些冷峻 但并未着急 转身跳回到了白泽 与太乙真人身旁 太乙真人咬牙骂道 那你刚才被天罚的时候 为何不多拉几个 就拉贫道与白泽道要 这不是咱们相交密切 容易解释吗 李长寿眯眼轻笑 你就是觉得旁人不是对手 你还笑 白泽忙道 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 他与道友 莫要这般急躁 道友你仔细想想 其实水神刚刚的选择 也是无奈之举 三教大师兄 暂且不论 在座 在躺的几位 哪一位不是心高气傲的主 若非自己参透梦境 从中突困 自是会影响到心 太乙真人听闻此言 倒是颇为认可的点点头 但越凭越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太乙真人 产教十二惊仙 就不配心高气傲 太乙真人颓然一叹 随之就皱眉 看向李长寿 问出了白泽 有些关心的问题 唐刚 你为何能这么快脱捆 李长寿淡然笑着 副手而立 长发在背后飘舞 整个人宛若 散发着一圈豪光 他道 每日三十自省 此事对否 有算计否 如此闻否 故 当一事太过顺利 或者完全按我心底 预期所想的发展 我便会自我反省 故知嫡妃吃傻 自不肯束手就擒 也会因事力道 一切静在博弈之间 而博弈最多的便是拉扯 万事都不可能非黑即白 每次算计获胜 也不可能占到十成 总体而言 一件事能胜七成八成 也是十分不易 但梦中一切 皆由自己心念而起 都是自己潜意识里 想看到的画面 对于我来说 确实比普通患症 要容易破解许多 话语一顿 李长寿扭头 看向太乙真人和白泽 后两者此时目光有些凝滞 李长寿温声道 放心 我已通知玉帝陛下 以及产杰两教几位高手 此时应该有二十余位 两教高手正在赶来 太乙真人皱眉道 来者皱眸 李长寿沉吟一声 看向了太极图之外 那本源圣气无法辨识 无法探查 也不知此时在太极图之外 还存在多少本源圣气 此地确实是一处宝库 这本源圣气 简直是自保利器 便是大法师这么强的道警 无心之下也会中招 就连塔爷和土老大 都来不及反应 自己的小穷风 复合防御大阵缺了什么 不就是缺了这般圣气 若是自己能想到办法 搜集一点 白泽嘀咕道 怎么感觉 水神对这些圣气的兴趣 明显比红莲还要多一些 怎么会 李长寿摇摇头 又抬头看向了上方 撞向光柱的修罗族 叹道 这些也是六道轮回 承认的天地生灵 须得想个办法才是了 太乙真人笑道 天庭正神 李长寿看了眼 太乙真人笑道 先天生灵 白泽在旁捏着自己的山羊胡笑了笑 李长寿一撩道袍下摆 盘腿坐在太极图正中对应的位置 道 在几方援护抵达之前 我要想办法破掉这层肾气 不然无法接近红莲之所在 白先生 稍后图老大会用阴阳二气包裹你 将你送去外围 你联络金翅大鹏鸟 他伤势若恢复得差不多了 会优先带几位高手来此地 尽量将修罗们阻挡在外 是 白泽抱拳答应一声 面色无比凝重 太乙真人问 需贫道作甚 师兄莫及 后有大用 李长寿闭目说着 袖中飞出几道流光 化作几名天仙境后期的指导人 飞出太极图笼罩之地 突然间 一缕昏睡之意涌入眉心 李长寿暗道厉害 掌心宁雷 对着自己后臀位置砸了一下 浑身顿时被电光环绕 整个人精神了起来 单单只是一缕原神之力 遭遇了本源盛气 就差点让本体入梦 混顿海实在是太凶险了 还是在洪荒 老老实实地修行吧 至于为什么 点后臀部位 无他肉多矣 这几只指导人 或是前冲 或是上升 或是左右飞窜 各自袖中又飞出一只只指导人 李长寿不断感应 每只指导人的细微反应 保持着雷霆 对自己的攻击 长发一根根竖起 让此时的他 宛若雷中神人 太乙真人 在旁看得轻轻赞叹 这化身之法 当真算是三界独一家了 随即 他问出了那个 正在那废墟大殿中 观察其外情形的四道黑影 同样也在疑惑的问题 水神在做什么 可惜太乙真人这边 有白泽帮忙解释 那边只能天马行空地推测 白泽道 可能是在探查 肾气影响的范围 但这只是普通解释 若按水神大人 一贯非同寻常的想法 也有可能 是在让自己的元神 适应肾气 摸索肾气的特性 看是否能辨别 搜集 做防身之用 太乙真人无语 不一样 他们果然不一样 那牛腰没根了 血海某处 银发少女 有些惊疑不定地 扫视着四面八方 双手抱紧怀中的宝剑 好强的牛腰 这莫非是上古妖族大能 内剑圆环 竟能封印圆图剑 虽说圆图剑 并未认自己为主 爆发不出原本的威能 但品阶是实打实的 极品先天灵宝 少女低头 用脸颊蹭了蹭剑柄 轻轻吸了口气 当即就要脚尖轻点 赶去老祖处护发 没有人能比血海中的生灵 更懂如何在血海中盾 倒油 银发少女脚下一晃 差点在血海中横飘起来 她咬着银牙 牛头看向嗓音传来的方向 那里血海污水 朝着左右分开 一名头顶牛角 带着鼻环的壮汉 正踏步奔驰 还不断抬手打着招呼 银发少女握住剑柄 全神戒备 虽知自己远不是此牛的对手 但她也有身为修罗族公主的傲骨 银发少女低声骂道 有啥有钱 还请道友给个痛快 青牛一阵急刹车 在少女面前停下 刚换了一身青蓝色长袍的她 此时已将原本有些蓬乱的长发 整理得丝丝顺滑 趁着刚才的空档 她甚至还洗了个澡 喷了喷香粉 把太上老君炼制的某种灵丹 碾成粉末撒在身上 增加了一点点清香 青牛心底回想着 自己驮着老君外出 老君用术法观察长庚师兄时 长庚师兄面对云霄仙子的各种表现 他挤了个优雅的笑容 抬手甩了甩额头的空气刘海 温声道 道友 刚才纯属误会 我并非是要杀你 勤你 只是想跟道友相识一番 我行 银发少女哼了声 低头就朝着前路几尺 身形化作一团流光 青牛抬手想要挽留 但只能注视银发少女远去 那双炯炯有神的牛眼中满是柔情 刘马尔人都这么好看 道友 等等我 脚下一划 青牛一个剑步就追了上去 在血海中穿梭的速度 温温胜过银发少女 这让后者一阵咬牙切齿 却又不敢激怒这个上古妖族大能 于是 青牛扬勇 蝶勇 蛙勇 自由勇 轻松跟在银发少女身旁 嘴边露出微笑 浅笑 深情之笑 不断问着银发少女 姓甚名谁 家住何处 家中几口 双亲是否尚在 可否与她四处走走看看 试着互相了解下彼此 当然 回应青牛的是银发少女 那厌恶绝绝的眼神 一急一声声 恶心 混账 你往为前辈 有事高手风范 还好 洪荒不流行变态的说法 不然 青牛妥妥获奖 前冲不知多少万里 银发少女脚步一停 一时忍耐到了极点 呛的一声 手中宝剑拔出三寸 骂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青牛下意识 摁住自己的鼻环 善笑了声 而后目光诚恳 用低沉 且富有雄性魅力的男低音 谋声道 道友 我可能入节了 银发少女秀眉轻皱 略微有些不紧 青牛咧嘴一笑 输了 注定要与你一同度过的情节 果 抱歉 你发怒的样子 都是这么迷人 青牛摇头赞叹 温声道 你不想试着 了解我一下吗 可能我也符合 你的道理条件 银发少女 咬牙骂道 不想 我的一切都是父亲给的 道理之事又无关 哦 青牛心底突然泛起了 长庚师兄面对圣人 侃侃而谈的模样 想到了当年 太清圣人老爷 传授大法师道理时 自己所听所悟的 人教经文 正色道 道友受到的熏陶 似乎有些不妥 身体发肤 虽受之父母 百善也当以孝为先 但你我降生后 都是独立的生灵 我们对父母应当 敬重尊重 却也该保持自我 不为他们所用 我们并非任何人的衣服 更非旁人拥有的误解 这一点 道友的父母 当真做得不太对 闭嘴 少女挺胸抬头 凶巴巴地骂一句 你非我 如何知我 这就是我的存在之理 就是我的命途 我竟然还有急事 若你不杀我不请我 莫要继续纠缠 青牛道 道友 你有什么急事 不如 让我一同前去帮个忙 滚 银发少女 拔出源头剑 不然就在此地 决一死战 莫要激动 平和平和 青牛连连摆手 后退数步 若声问 那 可不可以 留一枚传信御符 哼 这少女甩头就走 脚尖轻点 化作一团 红白香蕉的流光 消失于血海深处 唉 青牛颓然一叹 站在那 驻足良久 记下了这位 少女的气息 稍后 等血海红莲之事结束 长庚师兄有空了 让他帮咱 出出主意吧 立 头顶突然传来一声高提 青牛眨眨眼 身形一闪 破开血海 万倾浪潮 直接跳了出去 惊斥大鹏鸟 正在空中盘旋 背上已站着三四道身影 一缕大鹏鸟的传声 钻入青牛耳中 让青牛精神一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therapeutic